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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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辞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同学请放掌 同学知道我们是 那个法华文句第 那个最后第二次上课了 同学到今天结束的时候 下个礼拜我们将是会圆满结束 法华文句 让同学有一个心理准备 就是大家好过年 然后在过年期间就好好的用功 在把法华文句 我们大概经过了将近九个月 十个月的时间 然后把它就是那个结束 讲的内容应该是算是不少 那过年期间呢 其实就是可以同学可以就是有空就拿出来翻一翻阅读一下 对自己呢 其实我相信会有蛮大的帮助的 那今天其实等于说进入到我们的倒数第二堂课 倒数第二堂课 那我觉得后面会比较轻松 因为后面其实都是在讲有关流通的部分 而且流通的部分都会跟那个一些故事 然后久远以前修学法华经的一些典故 有很大的关联 而且听一听其实会觉得自己本身 在读法华经就会觉得很殊胜 你知道吗 那个功德力就会怎么样 已经开始在增长了 所以我会觉得读起来其实就非常的喜悦 那那个先回顾一下上个礼拜 我其实把那个有关本门流通的品数 跟品目都是放在这一个投影片 那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原则上是进行了 大概两品半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还记得吗 同学 我们分别功德品大概是从一半开始 然后随喜功德品法师功德品 然后呢 还有呢 其实就是那个不清品神力 鼠蕾药网是上个礼拜所进行的 而上上礼拜是在上面这一个 上面的两品半 而上个礼拜是在那个 就是说不清开始一直到药网 总共有四品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上上个礼拜所进行的 跟上个礼拜所进行的 都把它一并放上来 那放上来全部加起来 其实都是什么呢 流通 都是流通 所以这个流通到底是有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不一样或者是一样呢 我记得上个礼拜 其实我有用表 让同学去看嘛 对不对 有分功德流通 跟附属流通的这个部分 然后附属流通又有分三个 就是鼠蕾画他跟字形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而那个所谓的那个药王菩萨品的时候呢 其实已经就进入化他 那个所谓的流通的部分 化他流通的部分 而前面呢是属于鼠蕾流通 这两个是属于鼠蕾流通 那我们先来看那个所谓的分别功德品呢 其实他的一个重点 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其实已经有说过了 那个分别功德品呢 其实跟水起功德品 法师功德品 这个重点其实都是在 我们原教的六级位当中的什么呢 就是五品弟子位 对不对 在五品弟子位当中的一个 所谓的第一个的一个水起品的时候 更加更加的强调 就是在我们上上礼拜谈的这个部分 而上个礼拜所谈的呢 其实就是从不清菩萨开始 他的重点是在哪边 第一个就是不清菩萨是一个主角 对不对 那因为呢 他的一个常不清菩萨的一个行持 还有他呢 就是解说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过程 行持法华经的修行过程 在这一个品呢 是一个重点 而如来神力品呢 主要是在讲什么呢 讲的是佛陀十大神力的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重点是佛陀十大神力 所以同学可以回去翻译一下 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就是很简短的介绍了 佛陀的十种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神力 然后附属什么呢 本化上行的这样子的一个菩萨 神力跟淑蕾刚好是两个是对等的 为什么呢 一个是附属本化的一个上等的菩萨 一个是附属什么呢 基门的这样子的一个众菩萨 那基本的众菩萨主要是在正法跟相法的两个一个时代 弘扬此经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 神力跟淑蕾 我这边是不是有 把他用红色的字标什么呢 就是本化跟激化的众菩萨 对不对 然后在第四个的药王品的时候呢 其实重点是在讲那个药王菩萨 对不对 他宣说以及什么呢 分身共养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呢 其实把那个整个法华经有没有 他的一个经网的地位都在这个地方确立了 所以药王菩萨其实也因为跟智者大师修行有很大的关系 对不对 那智者大师因为听到药王菩萨的其中的一句 有没有 就是世真经济世民真法供养如来 而获得法华三昧钱方便 而今天其实我们会有一点点的时间会介绍 稍微介绍一下法华三昧 因为法华三昧其实在我们天台的一个所谓的 学派当中有没有 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修行内容 不只说是在魔后止观 而且是在另外有一个法华三昧的一个忏法忏仪 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都是一个很主要的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功课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今天可以期待一下 那这个图呢 其实我上个礼拜有就是放出来让同学看过 那在今天的时候一开始还是让同学稍微回顾一下 就是有关我们本门 续分正中分跟流通分 这一个分布的一个品目的一个状况 对不对 而呢本门它的一个重头戏是在流通分 对不对 然后流通分有分功德跟附属 那功德是上上个礼拜所谈的 随喜法师跟常不清 那我们那个 还有常不清是我们上个礼拜谈的 那在流通的一个所谓的附属流通分三个 就是鼠蕾画他跟自行 对不对 而我们呢 其实上个礼拜就进行到那个所谓的鼠蕾结束 进行到画他的一个药王菩萨本事品的第一个 那今天其实原则上会进行 一二三四四个品 那这个四个品其实都很轻松 为什么 就讲妙音菩萨的故事 还有观世音菩萨的故事 这个都很像 而且很有趣 然后也怎么样 非常非常的这样子的一个受益 然后呢 第二十六个陀螺女品呢 就是讲咒语 所以咒语的那个所谓的篇幅会比较短 因为咒语的部分 其实我们就会没有讲 以及然后到第二十七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一个故事 就是妙庄严王本事品 这个其实每一个品术 屏幕的一个内容都在讲故事 所以今天可以说我们其实都是在讲 那一个所谓的典故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过程当中 所以其实可以放松心情 所以我们呢其实一开始 其实我们就在讲我们的那个妙音菩萨品 从第什么呢二十四品的这一个品次开始 那我们从那个文句这个地方来看起 文中呢自是 习呢奉云雷英王佛有十万种计 今呢由化他土音乐至随 那主要是什么呢 主要是其实在有没有 世尊不是在讲法华经对不对 而在法华经的这样子的一个讲演的过程当中呢 有一点关联的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药王菩萨品 我不知道同学有没有注意 药王菩萨品其实在 药王菩萨燃身共佛 以及呢把他的一个整个那个修持功德 整个展现出来的时候 与会的大众其实有呈现了一个非常殊胜的三昧 叫做浦县色身三昧 而这个所谓的浦县色身三昧呢 的这种运用其实就是在妙音菩萨品的这个地方呢 再一次展现出来 而不只妙音菩萨品 在观世音菩萨品的时候 也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三昧呈现出来 这个是这三品关联的地方是在这里 所以就顺便讲到这里 那我们大概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妙音菩萨品 然后呢就是妙音嘛 跟音乐有关系 所以今呢油画他土音乐自随 就是妙音菩萨呢 到他方国土去油画的时候 其实那个所谓的身上 其实就会自带音乐跟随着他 习呢就是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殊胜的这样子的一个呈现呢 因为跟过去诗 过去是他所种的那个所谓的因缘有关系 所培伏的这样子的一个功德力 因为呢过去奉八万四千宝波 今呢而许到去 然后呢有眷属围绕 然后还有呢过去他得一切众生的语言陀罗尼 那今呢以普现色身可以怎么样 妙音声片吼十方 普现色身的意思就是说 他可以以色身片满十方国去教化众生 这个叫普现色身 所以宏宣此教 所以名为呢妙音品 就跟那个所谓的声音有关系 齐品明菩萨以其难思之力 然后随类也通今 误督其机 然后呢莫测其本 就是什么叫误督其机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妙音菩萨所展现 不可思议的力量怎么样 可以随众生的类别 而教化给他们一些精教跟精法 但是呢他本本行的这样子的一个 功德力的一个行持 没有办法去测量 但跟其位无则其行 当悲其地赐翁其流 即是呢化他们中的第二意 为什么是化他们中的第二意呢 因为第一意是什么呢 要往菩萨品 要往菩萨品 所以其实可以看到 就是妙音菩萨呢 其实就是用他的一个所谓的能力 神通之力 没有选择众生的行类 而怎么样 去教化每一个众生 所以当悲其地赐翁其流 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就是把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功德力 隐藏起来 而用悲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身形 来教化众生 来教化众生 这个也是我们菩萨 让人家觉得非常景仰的地方 这样子一个所谓的 不择其身而教化 每一类的这样子的一个众生 这样子 而呢妙音菩萨品呢 其实比较简短 那文呢其实大概就是六大象 六大象 而这六大象 其实我会分别放在我们后文的经文当中 第一个放光东照 然后奉命西来 十方红金 二土得意 皇归本国之后呢 就是文品尽道 而这六个呢 其实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典故的过程 就是佩先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有光照到他 然后呢他就奉命 奉者的命呢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就来到释迦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土 之后呢十方红金 然后两土得意 就是在娑婆世界这个地方得意 以及在他的那个国土也得意 之后怎么样 皇归本国 就回去了 然后文品尽道 就与会的人呢 听到这一品其实怎么样 就是增进自己本身的一个道品 这样子 大概整个内容就是如此 我们来看一下 金宗所说的 就是 尔时呢 释迦牟尼佛放大人像肉机以光明 还有呢 放他眉间的一个摆好像光 那释迦佛的光呢 骗照东方百八万亿 那有他横河沙的一个世界 那过了这些这个这些世界之后呢 有一个世界叫做静光庄严 那这一个这个世界呢 的国度有一个佛叫做 静花素王至如来 一样底下是什么呢 如来十号 为无量无边菩萨大众 恭敬为照 然后呢 阿说法 然后释迦牟尼佛摆好光明呢 骗照怎么样 这一个国度 这个国度 那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简短的 这一段讲的就是放光东照的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文句 那人像呢 就是大象海的意思 而这边呢 主要指的是呢 佛的像 佛的像 遍体毛之功德 不及一好功德 重好功德 不及一项功德 诸相从下向上 辗转相胜 不及百好功德 百好功德呢 不及若及功德 所以这个呢 就是指的是大人之相 同学可能会知道 所谓的八十种好 对不对 三十二像八十种好 对不对 所以这边其实有说到 重好功德 就是指的佛的那一种 所谓的八十种好的 重好功德之一 对不对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层层推 就可以知道佛的这样子的 一个像好功德是怎么样 非常非常多的 多叫做海 如海一般 因为每一个百好 都也是一种功德 所以这个是属于大人像 此相业者是怎么来的呢 从孝顺师长开始 所以其实我们世间 其实在行善 孝顺师长就是一种 所谓的什么呢 像好栽种的其中一个因缘 所以今儿放世光 召本弟子 使呢 红中道之今 利益大击折叶 百好从一道清静起 今放此光 令弘此法 这个就是讲的 其实从怎么样 最基本的人天善法的 孝顺师长开始 然后呢 一直到什么呢 弘扬所谓的一佛圣的中道法 来利益所谓的大圣根基 所以这个百好的一个 所谓的清静光明呢 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来弘扬什么呢 弘扬这样子的一个殊胜之法 殊胜之法 佛呢 依向都是法皆海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比较的 这样子的一个不同层次的说明呢 那智者大师说 这个其实就是从他今所说的 所以他今既然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那我们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来做一个解释 那佛呢 有缘的一个地址布满十方 为什么其实会有 那个所谓的朝东 然后说西 不要用什么呢 其他的一个南北上下的一个方向呢 不论八方 那智者大师其实就要讲 其实这个朝东说西 有他的一个另外一层的意思 意思是什么呢 那智者大师说 此有所表啊 这个有他的一个表示 那在静明经当中有说 就是维摩节经 就是说日月何一行淫福提呢 就是想要用光明来除去众生的一个 所谓的昏暗 那东所表示的就是光一的一开始 就好像太阳从东方升起嘛 对不对 从西方下来 所以西呢 其实就是结束的意思 有始有终 这样子其实就是代表的 就是圣人的意思 为圣人乎 所以未发心呢 令其发心 还没有究竟呢 让所谓的未行持究竟者 让他达到究竟 那菩萨既然是这样 那众生也是如此 一方即耳 诸方亦然 所以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昭东说西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有始有终 也是讲的是什么呢 圣人的意思 圣人的意思 那我们看底下的文就是发来 就是什么呢 就是凤蜜熙来 凤蜜熙来 谁凤蜜熙来呢 妙音菩萨 所以妙音菩萨要来了 那要来呢 其实也是这样子有六段文 就是经家素其辅慧 然后呢 妙音菩萨被造 然后 词、戒、受止跟献来相 这个就是妙音菩萨来的内容 那我们看一下 他凤蜜熙来 凤蜜熙来 他怎么凤蜜熙来 那就是假设同学是比较熟经文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时候呢 在妙音菩萨的这个国度当中 叫做静光庄严国 有一个菩萨呢叫妙音 这个妙音菩萨呢 其实怎么样 他已经素质得本 表示说他其实那个所谓的福德 已经栽子的非常非常的深厚 那过去是呢 也清净供养了无量的百千万一珠佛 而且可以成就圣身智慧 然后呢 得什么呢 种种的三昧 有妙床相、法华三昧、静德三昧 等等的 我不多数 我把那个法华三昧放在 那个所谓的 用红色笔把它所谓的加重的原因 是因为在赞人大师有说 这几种三昧其实都是属于什么呢 法华三昧的另外一种的一个呈现之相貌 所以其实这边 其实把法华三昧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已经有把它放进来了 但是呢 在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是 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时候 还会在另外的 在那个法华三昧这个地方会在 应该是在那个就是 妙床云王品的那一品 还会在另外的这样子的一个加重权势 所以我们法华三昧放到那里的时候 我们再多加介绍 多加介绍 所以呢就是妙音菩萨呢 有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十六种三昧 那如是等 就是百千万亿横河沙等 诸大三昧 所以素福之友呢 因为先有职呢 就是过去怎么样 有供养很多佛啊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福德的一个来源 那圣生智慧就是有智慧庄严 十六三昧呢 就是讲的是福德庄严 其实以这样子的一个来看的时候呢 就是有福智福慧两庄严 那当然这边也讲到什么呢 定跟慧的意思啦 这个是智慧嘛 那福德就跟定有关系 定就是跟三昧有关系嘛 对不对 所以一样齁 一样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有定跟慧 两种具足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 好 那我们看底下 这个时候呢 释迦摩尼佛光照其身 然后就跟进化素王至佛言 即把来进化素佛至佛 就是妙音菩萨跟佛说啊 说世尊啊我要到娑婆世界 礼拜亲近供养释迦佛 我要去这一个国度呢 我要看那个文书师弟菩萨 还有这些有名的菩萨 要王菩萨 勇师菩萨 素王花菩萨 还有上行义庄严王跟要上菩萨 这个就是妙音菩萨要到娑婆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来了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底下 智德大师所注解的 就是有光照妙音菩萨的身 然后跟呢 那个进化素王至佛怎么样 词别 词别要到娑婆世界来这样子 那他要来对不对 那这个进化素王至佛呢 其实就会告诫妙音菩萨 就是你呢 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身形到娑婆世界 你要注意一些小地方 这个就是告诫的意思 算是叮咛啦 算是叮咛 那叮咛他什么呢 他说你呢 不要亲彼国生下月之想 为什么呢 因为善男子就是妙音菩萨 就是彼呢 娑婆世界是高下不平的 而且土石诸山慧恶充满 然后呢 而且佛身是悲小的 因为为了其实就是要硬现 硬化在我们说佛世界 所以佛身其实大概就是八尺六尺这样 诸菩萨众其形异小 但是你的身形有四万二千尤寻 而我的身形呢 其实有六百八十万尤寻 你呢 身是第一端正百千万福光明书庙的 所以世故呢 临往莫亲彼国 不要轻视这样子的一个国度 若佛菩萨及国土生下月之想 因为生下月之想 其实就会怎么样 会引发自己本身的真相的一个 所谓的慢心 这个就是要必须要去所谓的 要去那个所谓的 要加以戒 戒严的一个跟那个叮咛 跟妙音菩萨叮咛的原因 那我们看文句 佛界者然法生大事 故呢不肃而成 不肃而成就是不加以运作 而怎么样 就自然而然 其实法生大事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呈现 所将眷属或未达者 或计彼呢 而归此耳 就是怎么呢 就是叮咛他这样子 服务佛生者 佛生与礼相称 不得见悲晓 而呢 望其尊严 此呢 就是曰如来座为戒 同学知道如来座所指的 就是法空座嘛 对不对 所以法空座原则上 其实就是 你要见礼 而不要以相 而怎么样 来起分别之相 所以其实就是 对于身的部分呢 其实看到身的一个不一样 而要在身的不一样当中 还要跟礼怎么样 做相称 这样子的话 其实才会怎么样 不会因相的一个不同 而起高下之相 而起高下之相 佛呢 师及弟子呢 就是志断俱足 师呢 既然是师权 弟子呢 也是一样 是隐其时 所以此呢 就是曰如来依为戒 如来依就是什么呢 就是忍入依 忍入依 那这边为什么讲忍入依呢 其实因为其实在师师权 跟弟子饮食的这个地方 其实就可以知道 就是师跟弟子 为了度化众生 其实呢 会收射自己本身的一个 殊胜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 而展露跟我们众生一样的 这样子的一个面貌 这个算是把自己本身的一个 所谓的忍入的这样子的一个面貌 怎么样呈现出来 呈现出来 这个就是曰如来依为戒 福呢 依报国土 皆呢 珍报首感 如来依慈临大千 已须呢 高虚下 物赌依报呢 而乎正报也 这个就是曰呢 如来侍呢 为戒 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嘛 如来侍就是慈悲之事 所以可以看到 就是如来依慈 而临大千的这样子的一个 慈悲的一个心怀 慈悲之心怀 此佛弘尽亦次善意 彼呢 尊戒曰诸佛道同也 就是以佛的一个所谓的丁灵呢 来说 其实诸佛其实都是一样的 而没有因为身形的不同 而有所谓的不一样 而有怎样的一个高下的一个不同 那我们看底下 那妙音菩萨听到佛这样子的一个丁灵之后呢 就接受的指令了 就是说 世尊我今亦娑娑婆世界 皆是如来之力 如来神通游戏 如来功德智慧庄严 那一样 这边其实 底下还是用所谓的如来的做 如来的事跟如来的依 的一个所谓的力 来做一个解释 受指如来逆呢 其实就是如来做之力 神通力呢 就是视力 庄严力呢 就是依力 此受呢 红金之大子 利物之中药 所以能够不动此会 而呢 有化十方 有化十方 好 这个是受指 受指之后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妙音菩萨要现象的 现象 所以妙音菩萨我们看一下 他的现象 其实也是一样 是有三个内涵 第一个就是浅莲花 然后呢 有问有答有请 有推功 跟命乃的这样子一个六个内容 所以我们看现象 这个时候 我们看妙音菩萨如何 怎么样 而现象 这个就是妙音菩萨 他之所以会 为一个菩萨的一个所谓的 殊胜的一个功德力 他不起于坐 身不动摇 然后入了三昧 那以呢 他的一个三昧的一个力量 来到奇色枯山 而且去法座不远 然后呢 化作八万四千重宝莲花 焉浮弹金为金 然后呢 白银为业 金刚为虚 然后呢 以真熟家宝 当作这一个莲花的一个台 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浅莲花 浅莲花 同学可以想象那个画面 那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殊胜庄严 这个时候呢 文书施力菩萨 看到这个莲花 然后就很好奇 那其实是知道的 故意问佛说 世尊是什么因缘 而有这样子的一个瑞相呢 有若干千万莲花 焉浮弹金为金 白银为业 金刚为虚 还有真熟家宝 当作他的一个台座这样子 这个就是文书菩萨问的 若文书位下词不应求见 如果说文书菩萨的位很高的话 向来哪乎不是呢 这个就是问文书菩萨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疑惑 对不对 那当然呢 这个智德大师就回答说 虽然是一样同一位 就是位一下 就是说跟妙音菩萨 到底哪一个是比较高 或是哪一个比较下这样子 虽然同一位 但是还是有所谓的同一位当中的 一开始中间跟所谓的最后 知此一事不知 跟所谓的位的高低没有关系 又重中尖锐不了发起令知 故问佛儿 可以知道文书菩萨还是带什么呢 带与会的大众问的 即使文书菩萨知道还是要让大家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底下 而是释迦牟尼佛告文书师利 那就跟回答文书师利说 世妙音菩萨母后萨欲从进化素王至佛国 跟八万四千菩萨围绕而来自此受婆世界 然后呢 供养亲近礼拜与我 也想要供养亲法华经 然后呢文书菩萨就跟佛说 世尊啊这个菩萨是以过去有做什么样的一个善 然后修什么功德 而有这样子的一个大神通力 而呢行这样子的一个三昧 行什么三昧 愿为我等说是三昧名字 我等呢异欲勤修行之 而行此三昧能够见识菩萨色相大小 为以尽之 那我愿世尊呢 用神通力 比菩萨来令我得见 那这个时候呢 释迦牟尼佛就跟文书师利菩萨说 说 此呢久灭度多宝如来 当未如等而献其相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要请多宝佛作为什么呢 引箭 作为引箭 所以同学可以看到第五个叫做推工 推工的意思就是 请多宝佛引箭这样子 所以多宝佛就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 为什么多宝塔还留在 我们那个所谓的法华会上的原因 门是关起来的嘛 对不对 我不知道同学还记不记得 但是多宝佛还没离开 时呢多宝佛告彼菩萨 说善男子来文书师利菩萨怎么样 要看到你 要想要看你这样子 遇见乳生 这个就是多宝佛请妙音菩萨过来 那从预知相呢是发来 那文呢其实一样也分六段 遇眷属经历 第二个续相登台 然后呢问训传指 请见多宝跟世尊伟通 还有呢塔中称善 就是多宝佛称善 多宝佛称善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有关经文的部分 那这个时候呢 妙音菩萨与彼国墨 与呢八万四千菩萨一起过来 所经诸果一样是殊胜的一个相貌 就是六种震动 都与七宝莲花百千天月 不古自明 那菩萨的一个所谓的身形是怎么样呢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相貌呢 那菩萨的墓呢 如广大青莲花叶 而呢正史合合百千万月 而且菩萨的面貌端正 富过于此 而且身而是金色的 无量百千功德庄严 威德赤胜光明照耀 还有诸相具足 如纳罗言兼顾之身 然后入于七宝台 然后上身虚空 去地呢 有七多罗数 那跟菩萨众 恭敬围绕 而呢 来到娑婆世界的一个奇色库山 可以说是浩浩荡荡 那个所谓的场面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一个庄严 那到了所谓的那个 释迦佛的这个地方之后呢 下七宝台 用价值的一个百千音乐 然后呢 辞到释迦牟尼佛所 同面礼主奉上音乐 然后 而呢 白佛言 白佛言 所以这边呢 其实等于说是 开始来就是问训释迦佛 就是世尊 净花素昂至佛 然后问训世尊 少病少脑起居亲力 安乐行佛 就是那个代为所谓的 净花素昂至佛怎么样 问训 问训 而这边呢 少病少脑起居亲乐 其实佛不可能会有病 也不可能会有脑 同学应该都知道嘛 问的就是众生是不是有很多 或者是很少烦恼呢 是不是 众生是不是容易受度化呢 等等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一个意思 然后呢 那条何佛 世事可人佛 众生易度佛 无多贪欲称辉 与之嫉妒千万佛 还有呢 就是无不孝父母 不敬沙门 邪见不善心 不赦五情佛 还有呢 就是众生是不是可以降伏 诸摩愿佛 其实就是佛呢 以及呢 就是菩萨们所关心的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不会关心你说是不是有得到很多的财宝啊 生活是不是怎么样的安逸啊 不会关心这一个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牵涉到我们的一个轮回生死 轮回生死 好 久灭度多宝如来 在七宝塔中 来听法佛 这个就是妙音菩萨 讲道多宝如来 然后又问训多宝如来 然后安问少恼 堪忍久读佛 世尊我今遇见多宝佛身 希望什么呢 世尊让我看到多宝佛 这个就是有关妙音菩萨的一个 所谓的想要见多宝佛 这个时候呢 释迦佛跟多宝佛说 是妙音菩萨欲得相见 想要看你 这个时候多宝佛就跟妙音菩萨说 善哉善哉 你能够为供养释迦摩尼佛 然后听法华经 还有看到文书实力等 故来呢至此 来到娑婆世界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就是塔中称善 塔中称善 那第三个部分 就是有关十方宏金的部分 那初是问众和上根 第二个呢是问有事神力 那上根呢是问什么呢 过去众上根 那神力呢 当然就是现在显神力 所以上根是问过去 而神力呢是问现在 就是时间不一样 那我们看这个时候呢 华德菩萨就跟佛说 就是世尊是妙音菩萨 综合上根 然后呢修和功德 而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神力 那佛呢回答有两个 就是因为过去是他 献月然后奉气 然后呢才会有现在的一个 所谓的果报 所以我们直接看经文就知道了 所以佛呢 告华德菩萨 过去有佛 叫做云雷因王 多陀阿切度阿罗赫三秒三佛陀 那这三个词 我相信同学已经熟了 那我想说再出现 就把它标上来 让同学知道 这三个就是如来印光跟正片枝 那底下的后面的 另外的一个七个名称其实是省略的 所以这三个其实就代表佛的 一个名号的意识 国民呢献一切时间 皆明喜见 那妙音菩萨在万二千岁的一个时间 以十万种积月供养云乐音王佛 还有呢奉上八万四千七宝波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因缘果报 所以他才有办法身在 净化素王至佛国 而且能够展现这样子的一个神力 展现这样子的一个神力 所以真的叫做什么呢 有因必有什么呢 果 这样子的一个殊胜之因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殊胜之果 华德予如亦云合 这个时候云雷因王佛所 妙音菩萨祭月供养奉上宝气者 是谁呢 就是妙音菩萨摩佛萨 华德是妙音菩萨已经供养 过去供养五量诸佛 九值得本 而且呢 又值恒河沙等的一个百千万亿 那有他佛 那底下就是回答那个就是神力的部分 所以那个佛在说 就是华德乳蛋界妙音菩萨起身在此 但是呢 妙音菩萨 不只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身 而是菩萨呢 可以献种种身 处处呢 为众生说是经典 处处为众生说是经典 而底下所献的身呢 其实总共加起来就有什么呢 三十四身 所以有泛王身 第四身 自在天王身 献自在天身 大自在天身等等的 这个底下的部分其实就省略 我们直接看文句 所以其实就可以知道 总共有三十四个凡夫凡生 还有什么呢 四种的圣人生 那四种呢 身文辟知佛 还有什么呢 菩萨 还有佛行 因为菩萨也可以献佛行嘛 对不对 这个四种圣人生呢 结成十法界六道 十法界六道 而是华德菩萨下呢 是问今呢 住于何定 而能够如此的一个自在利益 住在什么定 这个定呢 其实刚刚一开始有跟同学讲是一个重点 就是什么三昧 现一切色身三昧 现一切色身三昧 这个也是延续我们药王菩萨品过来的 所以二十日华德菩萨白佛言 世尊是妙一菩萨身重上根 那世尊是菩萨住在怎么样的一个三昧呢 而能够如是在所变现 然后呢 度脱众生 那佛呢 就告华德菩萨说 就是三男子 他的三昧明现一切色身 妙一菩萨呢 住是三昧之中 可以如是的饶意无量的众生 那说是品实 那有什么呢 良土的利益 与妙一菩萨聚来者有八万四千人 都可以怎么样 皆德现一切色身三昧 跟怎么样 妙一菩萨同样的 可以展现这样子的一个一切色身三昧 另外呢 苏婆世界的一个所谓的无量菩萨 义的是三昧 还有什么呢 陀罗尼 三昧跟陀罗尼 那这边其实就可以看到两个词 一个是三昧 一个是陀罗尼 那到底这两个差别在哪个地方 这个就是智德当师所要解释的 那我们看 那三昧跟陀罗尼是体一 但是用呢 是不一样 那哪边不一样呢 因为三昧其实我们知道 有某些在解释三昧的一些所谓的人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论点 会把三昧等同于定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其实智德当师会把他用极用 就是极的意思 那跟定也是一样是有一点关联的 所以那个极用是属于三昧 而持用呢是属于陀罗尼 比如说什么呢 语言陀罗尼对不对 或者是因生便说陀罗尼 就是那一个所谓的定呢 那个陀罗尼就跟会有关系 对不对 那就是展现不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 所以持用 明呢陀罗尼 又设身便现是三昧 因生便说是陀罗尼 那上品有说嘛 就是初呢 得一切设身三昧转身 得呢一切语言陀罗尼 所以当之呢 因生怎么样 也是属于设法的一种 故言体一用意 又呢 蛇跟亲近明陀罗尼 鱼跟亲近呢 明三昧 这个呢 其实就是等于说 是在那个所谓的陀罗尼 跟三昧 这个地方 稍微做一点点 所谓的分辨 而这个呢 都是属于六 跟亲近的一个法门 那总而言之 其实是怎么样 两者在体上来讲 是不二的 但是用呢 就有怎么样 有差别 那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我想应该就会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 好 那我们再看底下 20妙音下 这个是怎么样 结束了 妙音菩萨要回去了 我们算是很快 要跟妙音菩萨说再见 这个时候呢 妙音菩萨摩赫萨呢 其实就供养 释迦摩尼佛 还有多宝佛塔 然后 幻归本土 所进诸国呢 有六种震动 余宝莲花 做百千万亿的一个种种祭月 那即到了本国 跟八万四千菩萨 围绕到 净花素王之佛所 然后就跟佛说 世尊我道说佛世界 着遇众生 看到释迦佛 还有多宝佛塔 有礼拜 有供养 而且呢 又有看到什么呢 就是 慕名已久的文书菩萨 然后还有看到 药王菩萨 得行经济力菩萨 勇施 勇施菩萨等 也是一样 令他们得八万四千菩萨 而且得现一切色身三昧 其实在与会的菩萨 可以很快的这样子的一个路 这样子的一个殊胜三昧 都跟妙音菩萨 或者是佛在场的加持力 绝对会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其实借着语言 借着文字来看这一个场面 其实我们就是 点多感到非常的乏喜 但是与会的那个功德力 就这样无法去怎么样测量跟衡量 而且非常殊胜 我们看 东帝与花的菩萨经历上能够旁义 更何况佛前放光 可以旁照东方的一个百八万亿 那有他的一个土 也是一样 就是义旁论地义 这个就是有关旁义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那文品尽道 说是妙音菩萨来往品时 就是四万二千天子可以得无身法人 华德菩萨得到法华三昧 这个其实就是有一点再怎么样 跟我们在二十七品的妙庄颜王品怎么样 有一点关联 那个法华三昧 在这个地方又怎么样 又再出现一次 原则上其实一切色身三昧 算是由前品一直延伸到这边 然后又多了一个法华三昧的一个重点 让我们去注意的部分 让我们去注意的部分 那这里呢 其实就等于说是我们妙音菩萨品简短的 述说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典故 也算是很愉悦很精彩 那我们其实很快的就是 进行到这个地方结束 那大概那个重点大概就是 刚刚跟同学所说的 就是妙音菩萨跟那个所谓的多宝佛的关系 以及跟我们法华会的关系 以及呢 一切色身三昧的一个展现跟利益 还有呢 就是华德菩萨的那个所谓的法华三昧 在这个地方有怎么样 点出来 有点出来 然后底下其实就是来到我们 其实非常非常流行的普门品 普门品 那在进入普门品之前 我相信同学对普门品是已经熟悉到 已经是无法再熟悉了 那那个普门品 一般其实在民间上的一个就是使用 就是有人 尤其是那个有那个就是怀孕的女子 其实如果说其实她 那个有送普门品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时候 其实都会或者是求子 都会得到非常殊胜的感应 但我自己本身其实在身旁有一些朋友 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比如说有一个认识的一个法师 他有弟弟 他弟弟的就是太太嘛 当时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胎位不顺 然后胎位不顺 其实医生其实也是叫他助益 那大家都莫可奈何的时候 他就介绍他辞送普门品 结果整个生产过程过程当中 非常非常的顺利 而且小孩呢生出来的时候 哇好聪明喔 没有几岁 他其实就会七果的那个语言的那个发音 七果 七果语言的发音 那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整个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对于所谓的佛法 以及对于所谓的佛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力 会更深更深 而普门品 其实他的一个流行不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观世音菩萨跟我们娑婆世界的这样子的一个缘分 特别特别之深 特别特别之深 那我在这边呢 其实一开始跟同学介绍的是 普门品盛行的来由 因为其实同学一定会很奇怪嘛 就是28品的一个所谓的法华经 为什么单单只有普门品是摘出来 特别会被大家所持送的 那这个地方他的一个流行的一个来由 是在哪一个地方呢 主要是在当时的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 五湖乱华那时候呢 其实有一个北梁的一个国王 他叫做去取蒙训 我这边其实红色的一个颜色的那个字 就是标在这里 就是去取蒙训 他当时其实害了一场病 而这个病呢 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 其实就知道是业障病 为什么呢 因为群医束手无策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其实从印度来的一个法师 也蛮有名的 这个法师叫做贪污秤 贪污秤就劝他 你要念诵普门品 那他呢 其实可以消除我们的一个障碍 而且会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 你想想看一个国王 对不对 他听到他的话 而呢 遵照他的一个指示 而且 结果居然是怎样 病自然自然而好了 所以因为他的一个所谓的病 不要而遇 那呢 以国王之身 他就教 那你那个国中 的那个所谓的人民 就叫他们送普门品好了 那很多人其实听到这样自然而然 就会自动怎么样送普门品 这个呢 其实也是普门品 就是他的一个流传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其实我同学 其实不知道有没有知道 就是像自治大师他 除了著述 那个所谓的法华经的法华文具之外呢 那自治大师还有另外的一个所谓的 普门品旋意 另外把普门品摘出来 另外做一个住宿 所以可以看到自治大师对普门品的重视 另外呢 其实我不知道同学知不知道 自治大师其实平常跟观世音菩萨有很大的关联 就是自治大师其实是念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的 平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这样子的一个习惯 包括往生的时候 其实自治大师也有看到观世音菩萨怎么样 来迎来迎接他这样子 这个就是有关普门品跟那个法华经 以及跟自治大师有这么深这么深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那还有呢 其实我记得我在前年的时候 在华泛教的是那个就是观音法门 观音法门我一开始不是教那个所谓的观音三经 我一开始其实教什么呢 图像 如果同学对于有关我们那个中国佛教的艺术 有一些注意的话 其实其实会注意到其实观音所显现的那个图像 会非常非常丰富 其实不止我们所看到的就是很美很庄严的那种女众之相 不止哦 有很多啊 像比如说水月观音 还有普门品所展现的那个非常非常浩大的那样子的一个 三十二印身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图像 还有雕像 还有十一面观音 六臂观音等等的很丰富很丰富 所以从图像在了解观音的时候啊 其实一个很精彩很精彩的一个角度 可以看到当时大家对观音的那个信仰的热忱 以及跟观世音菩萨的那个相应度 相应度 这个是几个角度啦 那除了那个所谓的浦门品的一个名称的了 那个所谓的知道之外呢 其实浦门品还有另外几个名称 那我同学可以稍微看一下这边 好叫做什么呢 叫做观音金浦门品 观世音金 观音金还有浦门品金跟浦门品 总而言之呢 其实就是在我们法华金的第七卷 就是第七卷 第25品这个地方 另外再出来在流通的 流通的 我所要说的呢 其实就是观世音菩萨浦门世线的这个妙用 浦门世线的妙用 那另外呢 我底下其实有标观音三金 观音三金 这个观音三金呢 分别其实是在三部金当中出现的 很有趣很有趣 第一个其实我们知道是浦门品在法华金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在 冷眼金 对啊非常好 就是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的一个耳根圆通章 而且同学应该知道嘛 冷眼金其实那一个所谓的 圆通章 25圆通章的 最重要的一个圆通章就是耳根 那这边呢 其实就分别阐述观世音菩萨的一个 不同法门 跟不同的一个修行的一个角度 这个耳根圆通完全是从所谓的 耳根入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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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呢还有一个观自在菩萨章 同学知道是哪一部金吗 华颜金 华颜金 华颜金呢 这个其实就是讲到什么呢 善才童子53餐对不对 他的第27餐 餐的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看呢 观世音菩萨就在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我们汉传佛教 最重要的三部金当中怎么样 全部出现 全部出现 所以其实要理解 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法门 其实这三个 那个所讲的那个角度都不太一样 但是我觉得也是这样是很 非常非常的一个所谓的核心跟重要 值得 值得同学可以去日后 有机会可以去了解 去了解 好以上就是介绍 大概好介绍以下有关跟 普门品还有跟观世音一点点 那个所谓的关系 关系 有一点关系的一些资料 那知道这个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直接进入文句 有关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部分 那我们看 此品呢是当土王金 讲者怎么样 慎重 就讲普门品的是怎么样 很多很多 那亲自解释呢 不与他同 别有四季两卷略错比 那是此题呢 有同有别 通呢有十双 别呢有五支 这个就是有关自得大师在解释 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他的一个方式 可以知道 自得大师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 那个自我 那个所谓的见解的一个 非常有见地的 一个所谓的就是法师 所以当别人在讲就是怎么样 一样的东西的时候 自得大师自有他自己本身的一个看法 那底下在诠释观世音菩萨普门 品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的时候 就是自得大师的一个创建 就是十双跟五支的一个解释法 十双跟五支的解释法 那十双其实就可以看到就是十个什么呢 十个对啦 一对一对的总共有十对 那我们看一下如何大 就是自得大师如何来看 来解释这十双 第一双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人法 人跟法 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 为什么呢 观世音是人 普门呢是法 从人法这个角度来做解释 那人法乃至至断 一个是智慧 一个什么呢 就是断烦恼 那我们看第一个是人法 普门呢 其实就是法 是什么呢 普门的法 所以人呢有很多种 法呢也有很多种 依前问答论观世音人 依后问答呢论普门的一个法 所以观世音菩萨普门 观世音普门 其实就是人法合体 故言呢观世音普门品 这只是其中一个 那我们看第二个的解释 观世音呢是大悲法苦 依前呢问答有百千苦恼 都可以怎么样解脱 而普门呢是大慈与乐 那同学应该可以理解 为什么是大悲法阿拔苦 因为观世音菩萨是观什么呢 观世 观世间之声音 而怎么样 救苦这样子 普门呢是普遍与怯的 普遍与怯的给予众生之 所谓的乐这样子 所以是依前问答 依后问答应以得度 然后呢而为说法 所以用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词跟悲 大词跟大悲 来解释观世音普门 那我们看第三个 就是观世音呢是智慧庄严 那为什么是智慧庄严 那因为智可以断过 如呢明时无暗 比如说像观世在菩萨 这个观世音 其实就是有那一种所谓的 智慧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 那普门呢是福德庄严 福呢可以转寿 如呢诸与宝 诸与宝 这个就是有关普门 跟观世音的一个智慧跟福德 第四个呢观世音呢是观明与敬 那么就是法身 就是那个所谓的观世 这个地方呢来做一个 所谓的更深入的了解 就是对于那一个所谓的智 其实是什么呢是明照的 是明照的 所以这个明照呢是骗于一切 骗于一切 普门呢是怎么样随所应先的 这个是属于应生 所以这个是法身跟应生的一双 第五个是观世音呢 譬如是药树王 他可以骗体欲病 那普门呢譬如是如意诸 可以怎么样呢 随意怎么样给予 随意给予 这个就是有关那个 遍体欲病跟随意给予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不一样 总之其实有一点类似于像说 是一个是体一个是用 一个是体一个是用 得这样子的一个一双 那我们看第六个 观世音呢是明作立义 无所见闻 那就是三读七难 皆离二求两愿皆满 那这个呢其实是属于观世音 那七难呢其实 我把他简短的列在这个地方 那等一下其实在我们 在那个所谓的经文当中 其实所诠释的七难 会用经文比较长的篇幅 来做那个所谓的论述 那我把他简短就是火水罗刹 还有亡鬼枷锁跟所谓的怨贼难 这个就是有关七难的部分 那二求两愿主要是求男求女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怨跟求 都令他们怎么样满这样子 这是观世音 浦门呢就是显出立义 可以看到目睹三十三荣耳闻十九尊教 在浦门品这个地方呢 观世音菩萨其实有三十三现身 但是在冷言经呢 其实有三十二现身 所以其实我们在观音诵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 那个一段句叫做三十二印片成叉 对不对 这个三十二印其实是在讲的是冷言经 那在浦门品是三十三的一个所谓的现身 那总之其实是千百亿化身的意识 那我们看就是有关浦门呢 就是显出立义 那目睹有三十三的圣容 二文呢有十九尊教 这个是有关 那个观世音的名作利益 跟显作利益的一双 就是一对 第七个呢 观世音就是随之以造实制 浦门呢就是随他以造全制 这个是全实制的一双 第八个观世音呢是不动本纪 浦门呢就是积任十方 那这个是什么呢 本纪一双 本纪一双 第九个呢是观世音呢是根本是了音种制 浦门呢根本是远音种制 所以就是了音跟远音一双 这个就是有关那个观世音跟浦门 那第十个呢观世音呢 其实究竟呢是智德 如十四叶的一个月光 浦门呢究竟是断德 如二十九叶的一个月 协会将近 这边就可以看到是什么呢 智德跟断德一双 那这个呢其实有关观世音跟浦门 其实就是用 观世音跟浦门各有十个层面 来解释 这样子的一个内涵 当然这十个层面 十个角度以及十个一个解说法 其实去识也是圆满像的一种 这个算是一个所谓的中国式的 一个所谓的解释 大概都取识为一个单位 那这个部分其实可以诠释更多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 那当然呢 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样 是可以足以 让我们跟我们参考的部分 那就是以上 其实就是观世音浦门 的这样子的一个解释 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经文呢有两个问答 含无量益略用时双 那一开始呢是从人法 最后呢就是什么呢 智跟断 视频通明其以如是 所以其实我们把观世音跟浦门 这两个词能够把它很深入的去理解的时候 那我们对于观世音浦门品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生意 它一个所谓的那么深的这样子一个内涵 我们才有办法去怎么样去探索 去深圳的去了解 要不然其实 在了解的过程当中会比较怎么样 会比较薄 会比较浅 顶多就是观世音是一个人 浦门就是观世音菩萨在度化众生 的那个浦线三十二三应生 这样子的一个理解 其实都怎么样 太单单一跟单纯了 所以我们多一层的一个了解 其实对于观世音跟浦门的一个所谓的认知 我想会非常非常的一个不一样 好那底下呢其实就是在讲到什么呢 五支 五支呢到底是什么 五支就是观世音浦门这五个字 这五个字 就是个别来解释观 还有世还有音还有浦还有门 这个叫做五支 第一个呢是观 第一个是观 那观呢其实有很多种 那从观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怎么呢 切入我们的叛教 切入我们的叛教 那我们可以看到吗 我们的叛教是什么呢 西空体空还有呢 次第跟圆观 其实我现在在回过头来 再看这个的部分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我每次讲到这个 应该放慢步调你知道吗 因为我现在有一点 那个在想同学不知道对于这所谓的 画法世教是不是真的理解 所以我们可以看 西法是面色如空 体呢 是极色是空 次第呢是膝关乃至圆观 那圆观呢是膝关极是十项 乃至次第观也是十项 那现在简别三观 怎么样 剪除掉前面的膝关体观跟次第观 那为论圆观的这一个部分 而这边呢其实就在讲 谱门 那讲的其实就是什么呢 圆观的谱 圆观的谱 意思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其实在无乱 所以因为有志才有断 两个其实是前后因果的 行呢就是什么呢 修行 修行的内涵 为呢就是接位 因呢就是修行的因 而导致什么呢 导致所谓的我们修行之后的结果 所以其实我举一个例子 举藏教好了 藏教的教法是什么呢 藏教的教法其实就是三藏教法 比如说阿含金教啊 比如说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我们所看到的那个金律论 有没有 孙文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戒法戒学 戒学这样子 他的真理是什么呢 他的真理其实就是偏空的涅槃 这个是那个所谓的 藏教的这样子一个真理 或者说他的一个果 其实是所谓的偏空的涅槃 而智慧是什么呢 智慧是一切智 别教就是道总智 乃是诞中佛性 而呢所谓的原教 其实就是中道佛性 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 一切智道总智 一切总智 原教就是一切总智 而断呢 其实就是有分什么呢 见私祸 成杀祸 跟无名祸 而藏教断的 就是只有见私祸 那行呢 就是修行的内涵 修行的内涵 像藏教的修行的内涵呢 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像比如说 那在建道之前的五庭新观 就是 那个所谓的释迦行位 乃至到那个所谓的 入建道之后呢 再重行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礼观的 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次第 那从所谓的出国二国三国四国这样上来 这个就进入到我们这个修行阶位的入国 这样子 而因为有前面的这些所谓的因果 修行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因果的这样子的一个因 而导致可以震入果位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这个是藏教的部分 藏教的部分 那那个所谓的 所谓的藏通别远 所那个类别的这个八法 有教理之段行为因果 他有没有简称呢 有的 他的简称就叫做教理行果 就是我用红色字所标的这四个 所以同学应该会有听过 就是教理行果 简称的这样子的一个四个字 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词 对不对 这样子的一个词 而呢 今天其实要稍微跟同学所带的 这四教的内容呢 其实会比较简单 就是什么呢 就是真谛跟俗地的部分 真谛跟俗地的部分 俗地呢 其实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其实 那一个教法的众生 对于世间的认知 这个是俗地 俗就是世间嘛 而真谛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达到所谓的 那个见得真理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真谛的看法 这个就是真谛 那中间有没有过程 有的 中间的过程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实践的观法 实践的观法 所以其实我中间 就是真谛跟俗地的中间 其实我会放一个观法 而这个观法呢 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文句当中 所看到的 西空体空 还有次地跟 所谓的圆观的部分 圆观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算是 比较简单的来看 那个四教 对于真谛跟俗地跟观法 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 像比如说 这个藏教的部分 我们对俗地的一个看法 其实就是实有 而用西空的方式 而可以达到偏空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藏教的一个所谓 我们其实都是属于 大概就是 以藏教的观点来切入 像俗地的 为什么是实有 就是把世间所看待的 任何的因缘和合所生的法 都会认为它是有的 像我看到人 会认为它是有的 它是实有的 那真实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人 桌子椅子 这样子 但是它不是真实的有 它其实是假有的 假有的 但是在藏教的人 其实会把它认为 是真实有的 因为它分析到 最后一点的时候 其实是有一个 不可分的 这样子的一个实在性 而要怎么样 灭除掉这个实有呢 要怎么样达到 所谓的真理的境界呢 就是灭除掉 这个实有的一个方式 就是用悉空的方式 观察这个法是 无常苦空无我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而达到偏空涅槃 偏空涅槃 这是藏教的一个 所谓的修行方式 跟所谓的俗地 跟真理的认知 而通教呢 其实跟藏教所达的 这个结果是一样的 都是什么呢 达到偏空涅槃 但是认知跟修行方法不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通教 其实他看待所谓的 世俗间的一个 每一个法 其实都是幻化的 好都是幻化的 而呢这种幻化呢 是空的 所以他其实能够体达到 这个幻化 其实就是空的 这样子的一个了知的时候 其实他就是达到所谓的 空的这样子的一个极灭状态 他用的方法就是体空 用的方法就是体空 那同学可能会问说 那这样子 既然达到的结果是一样 那我干嘛一定要修通教呢 通教其实有他的一个特殊地方 特殊地方是在于他可以通 通什么 通通前通后 我其实那时候有跟同学讲嘛 对不对 就是当我们其实没有把握 说我们 我们是大圣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修行的一个 所谓的入门的一个根气的时候 我们就从底层开始上来 所以其实那个通教的这种体空 很重要的是般若空制 般若空制 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般若空制的时候呢 那我们在发什么呢 在发心 发心我们就上去了 发心我们就上去 那我们会为什么有时候 其实没有发心 其实我们就是落入到所谓的 达到那个偏空的一个极灭状态 跟其他的二圣是一样的 因为那个心其实没有发起来 没有办法什么呢 从空入甲 没有办法从空入甲 所以可以看到 藏教跟通教 顶多其实就是达到什么呢 空而已 达到空而已 而到别教呢 其实就有一个很殊胜的过程 叫做从空入甲 从空入甲 乃至呢 其实可以达到什么呢 中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所以别教跟原教的一个 所谓的相比教来看的时候 其实就是一个次第 一个是什么呢 圆的这样子的一个不同 次第跟圆的这样的不同 同学可能会不知道说 从空入甲的一个殊胜度 那个有人问过一个就是问题说 请问一下 菩萨带众生苦啊 那个心是什么心情 是苦的呢 还是喜悦的 为什么是喜悦的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众生苦 他得到乐 其实我会觉得要回答 菩萨带众生苦 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 我觉得从空入甲就可以解决 解决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问答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没有错 其实他其实是带众生苦 他把众生的苦拔起来 那因为其实他对于所谓的 众生苦的那种苦的一个了达跟透彻 他没有对于苦的执着跟什么样 跟所谓的障碍 所以他在空当中呢 其实又能够怎么样 帮助众生怎么样 入甲的这样子的 因为众生离苦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脱苦嘛 的这样子的一个减少而感到喜悦 所以这个从空入甲 其实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有关于我们空甲中的 一个所谓的内含认识啊 跟解决问题 我觉得在这个地方 其实可以慢慢慢慢的去知道跟认知 知道跟认知 那当然其实到别教 不是只有从空入甲而已 因为还有一个什么呢 入中 因为其实毕竟从空入甲 只是一个行菩萨恨而已 真正的是要达到什么呢 达到中道佛性 是要成就佛道 对不对 所以是要成就佛道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菩萨恨都还不是我们 真正要的一个目的 这是我们必须要去知道的部分 而我们要的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要成就佛道 那成就佛道 其实不只是别教的淡中佛性 我们要达到那一个所谓的圆教的 圆 圆满佛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空甲中圆满 这个叫圆观 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要发心的目的 目标要抓准确 没有抓准确的话 其实就不是一个我们真正要达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发大心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目标 这是我们要去认知跟辨别清楚的 而且也是智子大师要教我们的发大心的部分 发大心的部分 所以呢 其实像别教的一个所谓的空甲跟中的部分 其实就是淡中佛性 以及呢空是患有即空 甲呢就是患有的 就是患有的 也就是说把什么呢 把通教的俗地跟真地加起来 其实也只不过是别教的俗地而已 那别教的真地什么呢 就是有关成就佛道的这一个所谓的 不空不有的中地 那原教的书圣是在于 那个空甲中同时运行 那这个呢 其实诀窍点是在一心当中具足三观 同时运用啊 为什么同时运用的书圣在哪边呢 因为同时可以对于什么呢 对于法的了透跟怎么样 可以对于法了透之后呢 可以同时救度众生 而且同时可以对空甲的不执着 而呢在当下知道实相是什么 这个就是空甲中 而这个书圣在哪边 因为是一心当中具足嘛 而且我们所有的法都在一心当中 所以任何的一个所谓的运用 都是心的运用 任运而为 任运而为呢 其实可以什么样 可以少可以大 所以那个大是无边际的 说呢 其实是可以一为成 所以一为成乃至无边际的 这样子的一级一切 的这样子的一个展现 是在那一个所谓的展现的不可思议 这个是属于原教的部分 这个当然其实也是一样 就是智德大师不断在讲 有关原官的部分的这一个层次 这个层次 那相较于所谓的 藏教跟偷教跟别教的一个角度 来看到原教 绝对怎么样 绝对是不可思议 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因为这个都是属于石友 在藏教的时候 到原教呢 其实什么呢 一切法都不离开怎么样 一个十项 每一切法都是十项 所以那一个所谓的差距太大了 差距太大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稍微去 知道的部分 知道的部分 而那一个所谓的方法 其实就是刚刚 其实我们在看 这一个所谓的 膝关体宽次第跟原官的部分 的一个了别是在这里 而原官呢 其实才是我们今天 观世音浦门 的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官所要讲的 真的就是有关 我们原教的 极空极甲极中的这种 所谓的一心三观的这一个官 大概是这样介绍给同学 希望同学有一点点知道 好不好 好 那那个就是 这个地方呢 其实大概是这样子的 一个所谓的复习 日后有机会的时候 还会再用到 其实还会再跟同学 再多加在这个地方加强 加强 那相信呢 在这个地方加强的时候 其实对于天台的教法 应该是会越来越熟悉的 越来越熟悉 好的 那那个所谓的观世音的观之道之后呢 我们进入是的部分 是的部分 如果呢 就余行呢 就是先是 然后呢 后观 如果呢 就言说来说的时候呢 是什么呢 先观后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观是音嘛 对不对 那观 然后来是 原则上是这样子 那从行词上来的时候是 是观是观 那其实我们这边是观是音 所以是先观 然后怎么呢 后是 所以是从言说来说的时候 是怎么样 是以言说为方便 所以进从说变 故呢 后论是 后论是 那这个是呢 其实有很多种 就是观是音的是 有什么呢 有为的事 无为的事 以事间的一个所谓的事来做理解 还有两边事 不思议事 两边几的是什么呢 有跟无两边 还有不思议的事间 有为的事间 三界事 三界事 过去现在未来 那无为事呢 就是二涅槃 二涅槃 就是什么呢 就是 对 那个所谓的有与无与涅槃 或者小涅槃 大涅槃等等的 二边事呢 就是生死涅槃 那生死跟涅槃 不思议事呢 就是实相之境 简缺诸事 但取不思议的事间 不思议事 那当然其实也是一样 这种所谓的不思议事呢 其实就是 已经是原教的实相的议事 实相的议事 好 那就是实相境 那底下呢 其实就是有关 世音的事 那是呢 就是鸡的意思 那鸡是什么呢 就是有关那个就是 佛鸡众生感 鸡感鸡感嘛 对不对 所以鸡有很多种 就是有关人天 二圣菩萨跟佛鸡 那什么是人天鸡呢 就是以人天之鸡来应众生 就是诸恶莫作 然后众善奉行 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人天鸡来 所谓的感众生 感众生 二圣基呢 就是 厌未生世 心上无为也 这个是有关二圣基 菩萨呢 其实就是先人后己 慈悲仁让也 其实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段话 可以来测试我们自己 因为我们到底是 被怎么样的一个所谓的法 所怎么样相应 所相应 像这种菩萨基 是先人后己 然后慈悲仁让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素质呢 慈悲仁让的素质呢 或者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喜好呢 这个是可以我们去检验自己的 那佛基者就是一切诸法中 西以等关入 一切无碍人一到出生时 这个是属于什么呢 佛基的部分 所以检去诸音之机 为取什么呢 佛音之机而奢应 所以还是从最靠层次的这个佛基 来怎么样 硬化终身 以此呢 基因的一个因缘 顾名观世音 顾名观世音 那第三个 第四个呢 其实就是浦门的浦 浦门的浦 浦呢 其实我相信同学是知道 浦 浦骗嘛 对不对 所以它是有周骗的意思 周骗的意思 诸法无量 若呢 不得浦 那么就是所谓的骗法 如果得浦呢 就是属于圆法 所以这个浦跟圆是一样的意思 对不对 圆其实周圆嘛 对不对 那这个是周骗 周骗 所以四义经当中有说 一切法邪 一切法正 那约约呢 总共有实法明谱 得此意也 类一切法 无不是谱 所以不管说是邪还是正 其实怎么样 就是指的是骗一切法的意思 那我们看这所谓的实谱 实谱 实法门谱 这个实谱到底是讲什么呢 看一下 有慈悲弘事修行 然后离获入法门 神通方便说法 成就众生 还有供养诸佛的谱 所以真的有自则大师的解释 哇我们对谱实来是怎么样 认识太广了 有这么广的这样子的一个认识 真的是太好了 那我们看一下什么是慈悲谱 就是什么呢 慈悲是普遍一切的 那我们知道嘛 其实大概慈悲 那个所谓的慈大概有三种 就是身 法 还有无缘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不用看这一段 我们就知道 这种慈悲谱一定讲的是 无缘大慈大悲的 所以我们看 始至人天终至菩萨都有慈悲 但是这种慈悲其实怎么样 就不一样 有谱跟不谱的差别 所以身法两缘 就身跟法 这两个 众身跟所谓的法 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慈 慈体既偏 然后批圆不广 那这两种圆是不得称谱的 只有无缘跟实相的体同 然后其理既圆 然后呢 慈呢 米不片 慈呢是怎么样 骗一切的 所以你看自得大师举例 举什么呢 慈时西铁 任运是相应的 如此慈悲可以骗勋一切 名为慈悲谱 慈悲谱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原来慈悲 他的一个所谓的骗勋一切 的这样子的一个谱 其实是怎么样 是骗一切的 所以其实有同学一直在问 问什么呢 问怎么样能够跟佛菩萨感应 佛菩萨的慈悲是骗一切的 同时是在等我们 所以只有什么呢 我们准备好了 那佛菩萨怎么样 自然而然可以怎么样 可以跟我们感应 问题在我们绝对不是在佛菩萨的 一个什么呢 他的一个偏心的大小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认知的部分 认知的部分 好 第二个是洪世谱 洪广也 就是世至也 广至要心所以是说是洪世 洪世 那洪世呢 是从四帝而起 四帝同学知道是哪四帝吗 对 不用讲那个生灭无声无量 那个所谓的四帝其实就是 苦及灭道 对不对 而这个四帝有分四种 这四种的时候才讲 有生灭无声无量跟无作 对不对 所以从四帝起 那如果从四帝来做说起的时候呢 就有什么呢 有作无声无量的这样子的一个四帝者 有作指的就是生灭 无声就是所谓的通教的嘛 对不对 无量就是所谓的别教的 但是呢这三教的四帝呢 说法不尽 所以不明为谱 那第四 就是有关原教的无作四帝才是真的是 洪世谱 洪世谱 所以谈到这个地方还是讲到什么呢 讲到叛教 讲到叛教 这个也是我们就是学习叛教很重要的原因 好 那底下就是修行谱的部分 例如呢佛还没有执定光佛之前 那其实就是释迦佛还没有遇到定光佛的时候 那凡有所修呢 还没有办法跟礼合 那因为其实他遇到定光佛之后呢 定光佛为释迦佛受祭 所以这个时候受祭之后呢 其实就是促世吉礼 对 然后理智立法而修行者 无行而不谱 这个是有关修行谱的部分 好来是断或谱 那断呢是由智所断对不对 那刚刚有跟同学介绍 就是有关藏教通教所得的是什么字 一切智 那那个所谓的菩萨是道种智 而佛呢是一切种智 就是用这三种智呢 来做一个所谓的普跟不普的区分 那我们看底下 如果用一切智跟道种智呢 是断四柱的成沙等祸 所以成沙等祸等于说是有断见思 还有断成沙 什么没有断 无名没有断 对没有错 如呢却之条 那这个呢不明断或谱 如果说用一切种之断 那无名呢其实就是五入烦恼都尽了 如除根本 那么这个才叫做断或谱 所有的烦恼都怎样断除 哪一底下是入法门谱 那我们看就是在还没有见到之前叫做修方便 那道后所入叫做入法门 若二圣呢以一心入一定 那一心呢做一 二圣的话一心做一 以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做一呢 不得众多 又为呢定所付 所以呢不明为谱 那如果说哦 其实立别诸地的时候 所以说到别交的时候怎么样 有种种的一个所谓的实性实柱 实行实毁相的这样子的一个阶位 它有所谓的深浅的差别 那深浅的差别其实没有所谓的一位一切位 一地一切地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谱 所以不明谱 那如果说入王三昧的时候呢 一切三昧息入其中 所以这个时候呢不起灭尽定 而呢可以献诸威夷 所以名为法门谱 法门谱 所以像这一个所谓的不起灭定有没有 献诸威夷 我们刚刚在看到妙音菩萨的时候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妙音菩萨入什么呢 入三昧 而怎么样 入三昧之后怎么样 不起定就直接到所谓的 那个我们释迦佛的法华会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做不起灭定而献诸威夷 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什么呢 入王三昧的意思 所以一切三昧息入其中嘛 对不对 好这个是入法门谱 底下我们来看神通谱 就是大罗汉天眼照大迁 知佛呢 照百佛世界 菩萨呢 照狠杀世界 都圆境霞 发通怎么样 也是一样是偏的 为什么是偏 因为其实就没有所谓的普遍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照境 但是如果说是圆十相修的时候呢 可以一发一切发 相似的一个神通 如我们前面所说的 更何况是真神通而呢 非谱呢 所以这个地方也可以知道 像这一个所谓的一发一切发呢 其实也是一样是属于 原教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神通力量 神通力量 好底下呢是方便谱 那方便谱呢 其实有两种 就是道前的一个方便 那这个是修行宗舍 道后呢 其实有两个 那哪两个呢 一个是法体 一个是化用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法体的部分呢 像我们刚刚在入法门当中 其实就有讲到法体 那化用呢 其实就是如什么呢 就是如今所说 那这个化用主要是利益众生 斗期利物 然后呢称世原仪 一时可以圆片 那虽然是有种种的一个 所谓的运用 运为 因为他以那一个所谓的 运用的方式来利益众生嘛 但是呢 于呢 法性的实际怎么样 没有任何的增见 所以这个才是可以称得上 是方便谱的 方便谱的 所以像这种方便谱 也是一样是一样是展现 菩萨那一个所谓的 任运自在 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貌 这样子的一个形貌 好底下是说法谱 能以一个妙因 能以一妙因 然后称始法界之姬 然后随其一类呢 句令解脱 就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相应始法界众生的根基 而随众生的类别怎么样 让这些众生可以解脱 如阿修罗琴 然后呢 顾名说法谱 而这一个 所讲的还是一样 什么样 任运而为的 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自在 跟所谓的不可思议力量 所以像这个阿修罗琴 就是怎么样 那个自然而然怎么样 他可以谈 意思是这样的 好 成就众生谱 就是一切世间跟初世间 所有的一个事业 都菩萨所为 喜景造舟 早景造舟 以及神龙常要云印日照 利益众生 乃至利益一切的一个贤胜 世教利息可以令入山菩提 那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属于成就众生谱的 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就是普遍利益所有的一切 的一个贤胜跟所谓的众生 这样子 供养诸佛谱 若作外世供养 那么其实就是 以一时一花还有一香 普遍供养一切佛 而呢 无前无后一时等供 于一成当中呢 出种种成亦妇如是 那如果说做内观呢 就可以用元智 可以导众生之行 所以这个元智怎么样 可以圆满利益众生嘛 所以元智名为佛 众生呢 知元智 那这个呢 其实供养佛 那众生怎么样供养佛 就是知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元智 怎么样的一个知元智呢 就是不断的修行功德跟供养 所以知元智呢 就是供养佛 如果行之余智 不明呢 就是供养佛 就是我们其实没有知元智 知什么呢 如果说知生文 知那个菩萨而已 那么其实就不明为供养佛 所以这个还是一样是导向所谓的元智之佛 这个才是属于供养佛的一部分 所以众行资源智 是名供养佛 供养佛 好 这个是有关 有外事供养 还有什么呢 内观的部分 所以这个都是什么 可以资助我们道业的 可以资助我们道业的 这个其实也这样是很重要 很值得我们去好好的去了解 好好的去了解 好底下呢 是有关门的部分 门的部分 门呢 其实有什么呢 从甲入空 那空呢 通 而呢 甲甕 那还有一个呢 从空入甲 甲通呢 而怎么样 空甕 同学知道那个甕的意思是什么吗 甕的意思就是阻碍的意思 阻碍的意思 而这边呢 其实有两个词 一个叫做从甲入空 一个叫做从空入甲 那必须要说 这个两个甲是不一样的 这两个甲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从甲入空的 那个甲是属于世间的因缘甲 而从空入甲 的那个甲 其实已经怎么样 已经是菩萨从空入甲 要怎么样 施全形而教化众生的 所以那个甲不一样 大概先看这样 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个图 所以偏偷翁则非谱 然后翁呢 故非门 所以这个谱 跟所谓的这个门 因为有主色 有偏 所以就不是我们 所要讲的 这一个谱门的 这个门的意思 而呢 在所谓的中道 非空非甲 那可以正通实相 双兆二地 所以名为普 所以正通故名普 那普门 原通 义呢 其实有五量 略举其实类 那么其实就可以知道 那就是前面有什么呢 十双 之后什么呢 有五支 那磁品 又是普现三妹 画他流通 这个其实就是在讲到有关 我们那个普门品的时候 还是一样跟普现色身三妹 的药王菩萨品 妙音菩萨品 还有普门 的这三个是怎么样 都跟普现色身三妹有关系 而且都是什么呢 画他流通 画他流通 这个其实就是等于说 我们在看经文的一个 所谓的前行 的这一个部分 要先把它认知跟了解清楚 那刚刚讲到 从甲入空 跟从空入甲 同学可以看这个图 我稍微做这个图 让同学稍微理解一下 这个当然不是属于 我们天台的空甲中的一个 那个三级的一个圆观的部分 不是 我主要是要让同学知道 其实甲其实是有两个甲 我们常常在讲到有关甲 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时候 同学可能说 甲到底要如何去理解呢 我倒觉得 同学可以理解甲是有 就是甲有的意思 为什么是甲有 因为像比如说世间 世间我们看到的任何的那个甲 其实都是有的意思 但是这个有就是假的 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实的 所以呢 其实第一个甲 其实就是因缘甲 那刚刚有说嘛 像世间的任何的一个法 就是人啊 有没有桌子啊 椅子啊这个部分 包括什么呢 我们的心法 烦恼 这个都是假的 这个都是假的 但是呢 其实就是一般的众生 会把它认为是真的 而且是真实有 这样子 而呢 进入到空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有两种方式 刚刚其实有跟同学介绍 就是什么呢 西空跟体空的方式 西空跟体空的方式 一个是可以用分析的方式入空 一个呢 是可以用波罗智慧的方式 怎么样 观照体达空 而这个呢 其实到空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 所认知的成就圣者 成就圣者 不管说是出国到四国 都是属于成圣 重返入圣 重返入圣 而呢 从这个空呢 再进入到这个甲的时候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其实 从前面有讲到现在的 从空入甲 就是什么呢 菩萨施犬化物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实践 这样子的一个实践 所以这个甲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菩萨 其实也是一样哦 他再一次的 如什么呢 如所谓的眼睛闭起来 眼睛闭起来就好像是空 他看不到所谓的 任何的一个法 他认为法都是什么呢 聚集都是空的 这个时候 他在把眼睛打开 所看到的这个甲 其实是什么呢 是跟众生一样 看到的是一个东西 但是 他不会像众生一样 被任何的一个法 所障碍 他已经有免疫力了 因为他已经贯彻通达 这一个所谓的法 是空的 所以他已经通达 已经了策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任务就是度化众生 所以菩萨在把眼睛打开的时候 哇 那个时候要非常非常的感恩 因为菩萨已经怎么样 能够感众生之所同感 所以众生有病 所以菩萨有病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有这一个甲的 这样子的一个再重新入甲 再重新入甲 而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空跟甲 毕竟还是一样是两边 就是有那个空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甲的 这样子的一个对立 跟所谓的存在嘛 对不对 而这个时候呢 其实要跳脱空跟甲 其实就要进入真正的所谓的 非空非甲的这样子的一个 圆满中道的时候 其实就要抛除到两边 进入到什么呢 非空非甲 或者同时有空跟甲的双兆 而进入到中 进入到中 这个其实也是我们 其实不断在讲的 有关中道的部分 中道的部分 这个中道是指的是原教的 一个所谓的那个中道佛性 中道佛性 所以这个中道佛性是什么呢 就是双兆二地非空非甲 双兆二地非空非甲 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图 是不是能够带领众生 带领我们同学 是不是更加能够去了知呢 其实每一个字呢 其实那个代表的意思 了解的越深 你会越加知道 那个每一个字的质感 它那个深厚度 其实是越深的 越深的 希望同学在这个地方 有更加的多的一个认识 多的认识 好的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我们的经文 经文 文呢 其实有分三个 就是问答跟文匹得意的部分 那问答两番 然后初番问呢 其实有两个部分 就是金家序 就是有关那个就是阿难 阿难序述的这样子的一个文意 这个时候我们看 耳时呢 吴敬义菩萨 从坐而起 偏袒右肩 然后合掌向佛 然后 耳座誓言 那这个时候 时呢 说东方菩萨进 然后呢 次说西方菩萨时 这是其一 就是讲什么呢 就是讲什么呢 菩萨 那其二呢 就是讲说什么呢 东方身善进 然后呢 次说西方身善时 就是讲的是什么呢 身善的层面 那第三个呢 就是说东方断义进 次说呢 西方断义时 是讲到断义的层面 之后呢 说东方得道进 次说西方得道时 就是有关第四个角度 在讲到得道的这样子的一个层面 这个是有讲到这个 就是说耳时的时 他所呈现的层次的内涵 有这四个角度 所以这个时候 吴敬义菩萨是什么呢 是一个发起重 所以他这个时候怎么样 要跟佛啊 怎么样要请问 要请教佛 那这个 吴敬义菩萨是发起重的 这一个菩萨的吴敬义三个字 哇 那就有他的意思咯 我们看一下吴敬义的意思是什么 吴敬义呢 在大平经 大平波罗经有说 明空是无境 那大吉经有说 明八十无境之门 那在静明经有说 福无境者非境非无境 所以叫做无境 那讲的其实都是无境的什么呢 意涵的意思 而这边这三部经所讲的这个无境的意涵 那这大师把它归舍 用什么来表达呢 用三观跟三字来做一个表现 三观跟三智 而这个三观跟三智 其实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空甲中三观 跟什么呢 就是也可以说是空甲中三智啊 那也可以说是一切智道总智 跟一切总智一样的意思 因为空就是有关一切智嘛 那甲就是有关道总智 中就是那个一切总智的义是 那我们看 义者就是无境义的义 义呢就是智 那静呢就是静 那静就是以智造静 所以无境义三个字 其实就有什么呢 用智慧来 来造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静的这样子的意思在 所以智呢 弃于静 单从于静 那应该说是无境 如果从于智的话呢 就讲义这样子 所以静智合称叫做无境义 很妙叫做无境义 又呢 义呢 其实有是出是的这样子一个本的意思 那另外义呢就是法界中道 所以那个义呢 其实怎么样 说的就是能观的心性 名为上定 所以其实就有这三个什么呢 三个层次的一个解释 词呢 曰三观三智来解释名称 三观三智 所以其实用无境义三个字 其实就可以配合我们的修行 就是制造境的意思 单单用智慧来观照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境界 好 那我们看底下 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明观世音 这个就是问哦 那在《波罗经》 《涅槃经》有说 具二庄严能问能答 那哪二庄严呢 就是有关慧庄严跟福庄严 福慧 福慧有庄严嘛 对不对 所以五经以前以慧庄严 然后问观世音菩萨慧庄严 佛呢以慧庄严答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慧庄严 这个就是问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那佛答有三个 就是有总答别答跟劝耻明答 那这边呢总答的部分有四个角度 就是人数啊 那遭苦文明称号跟得解脱 那佛告无经义菩萨善男子 有无量百千万亿的众生受诸苦恼 这边呢其实 这一个所谓的受苦啊 跟忍的组合 其实分成四句 分成四句 就是这边呢就是什么呢 一苦一个忍 那第二个呢就是多忍受一苦 第三个呢是以忍为单位 一个人受多苦 还有呢一个人受少苦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四句差别 所以就单单苦 就是自得大师的一个诠释是这样 经文呢百千万亿的众生 有很多人受诸苦恼有很多苦 所以举多嫌少 多呢尚能够救 更何况呢有少苦呢 表示其实就是那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 所谓的度化能力 救苦的一个能力是很强的 所以文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 遭苦是恶称名是善 善恶和呢就是属于 积的这样子的一个意 就是什么呢 积众生有感 然后呢佛菩萨就有积应 这个就是有观那个所谓的积应的意思 观世音菩萨即时观其音声皆得解脱 而得解脱呢是应的意思 就是什么呢 就是指的是菩萨可以积感众生嘛 对不对众生感的这样子的一个因缘 明观世音 意思呢人法的因缘乃至呢 至断的因缘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我们刚刚不是有讲到十双对不对 第一双就是人法 第十双就是制断 所以人法乃至制断 世民观世音 去后例如此的一个节名 不凡文 不凡文 好底下就是有观别达 也是一样是有生口意的基因 那口呢其实又有分 就是七难还有结的部分 那火难呢其实有四个 持民是善遭火十恶 还有印就是有关印化 跟有关结的部分 所以这边其实有讲到 就是持日是观世音菩萨明者 射入大火火不能烧 有是菩萨威神利固 其实在普门品的一个观世音菩萨法门 其实比较重点是在什么呢 持观世音菩萨明号 那那个刚刚其实有讲到 人言经跟华言经的部分 是另外的法门 你看人言经是什么呢 是耳根圆通 对不对 他主要的是在观什么呢 世间之音的那一个所谓的观自在 那个其实比较接近那个禅宗的一个观法 华言经又是另外的 有关华言法门 所以这个其实在普门品的 观世音菩萨的一个受持比较简单 就是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 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应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火的部分 其实就有三种 第一个是果报火 就是从地语上还有出禅 这个结论基因 第二个是恶业火 就是地语上乃至什么呢 飞翔飞翔天 因为最高的一个所谓的飞翔飞翔天 还是一样是有叶 这个叶还是一样是没有出 那烦恼呢 其实是更高 到等绝都有无名 还有一品无名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地语上一直到等绝 就是有三种的一个火这样子 七难三毒二求 力皆如此 七难我们刚刚有说 三毒是什么呢 贪嗔痴 二求就是等下今五会出现的 求男或者是求女 这个都是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在硬化众生的时候 所怎么样 那顺于众生的一个愿求 此意济管可以医之不可文迹 那底下呢 其实就是有观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硬 就是什么硬现度化众生救苦的 一个所谓的例子 所以像这里有大水索飘 还有陆于大海 以及什么呢 纽谢枷锁 简细其身 怨贼啊 这个是等等的一个所谓的七难 还有什么呢 三毒贪嗔痴 贪嗔痴 这边是淫欲春灰跟鱼痴 淫欲春灰跟鱼痴 还有二求就是求男跟求女 所以我们看这边就有 若有女人受欲求男 那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就可以深得福德智慧之男 那要求女的时候呢 就可以深得端正有相之女 素质得本众人爱尽 这边其实同学不要小看这一段 因为这边有讲到什么呢 我们的修持方法 要怎么样 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 这个是有关我们怎么样 要发愿 立愿 然后修行 还有什么呢 得业的部分 那求女也是一样 所以求男有立愿修行 跟得业的部分 那求女呢 就是文略修行 正言礼拜是同 就是同那个求男的部分 我们的做法是这一个 做法是这一个 所以我们的那个所谓的礼拜 还有供养的部分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所以愿业各异 故呢 重出之 故重出之 好 五经义观世音菩萨 又如是吏 若有众生 恭敬礼拜观世音菩萨 福不堂捐 福不堂捐 从呢 事故众生下 是属于劝持名的部分 所以有劝持跟格量 世故众生 皆因受持观世音菩萨 名号 那上面有素 圣明美德 不便行职 若遇归从呢 要怎么样 以持名字 所以要劝持 那个单单持名 其实那个功德力 就不可思议 我觉得 单单要相信 而且你愿意去持 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非常难 因为有人其实学佛学很久 他没有办法去持名 你知道吗 就要持观世音菩萨 或者是持阿弥陀佛 他持不下去 所以不要小看自己愿意 而且想要去持名 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这个就是素质得本的 好 那我们看 五经义若有人受持 六十二义恒河沙菩萨名字 还有进行供养 等等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人的一个功德 非常非常之大 底下就是在讲 这样子的一个功德 是不可穷尽的 那这个大师 其实在这边有谈到 在入大圣论说 法圣唯一 印色则多 那这边有讲到 有六十二义的一个印身 而这个呢 等一法身 这个就是印身跟法身 其实是二者无二 但是印身可以无量 印身可以无量 那这者大师说 原人唯一 偏人则多 隔六十二义偏菩萨 等一元菩萨 这个就是有关那个所谓的 隔量差别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说法 那五金义 受持观世音菩萨 得如是五量 五边福德之力 那这边呢 其实就是那个 讲到受持 那个所谓的菩萨的一个所谓的功德 而底下的这个经文 就是在讲什么呢 就在讲 有关无精一菩萨问世尊 观世音菩萨 云合由娑婆世界 还有说法跟方便之力 而这边呢 讲的就是什么呢 圣人的身口意 三行的密行 三行的密行 所以此圣人三密呢 无谋之权 然后随机适应 就是说 观世音菩萨如何 就是用身口意来度化众生呢 是随机的 不是刻意去造作的 不是说我对 你对我比较好 我就帮助你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谋权 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所以我们看 五金义观世音菩萨 白佛言 世尊观世音菩萨 云合由此所佛世界 云合为众生说法 方便之力 他的一个所谓的事迹 又怎么样呢 那佛呢 其实就有回答 有别答总答跟劝供养 那底下呢 就是在回答 有关观世音菩萨 用怎么样的一个身 就怎么样 度化怎么样的一个众生 而这边所讲的就是什么呢 有33身 所以以佛身得度 以辟之佛身 以什么呢 菩萨 身文等等的 这样子的一个身 来度化众生 所以应移者就是答方便力 现身呢就是答问由 说法呢就是答问口的部分 所以这个就是一样 就是身口意的一个方便力 来度化应化众生 那总共有几身呢 对 33身 那有19说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这样同学可以慢慢去数 慢慢去数 那从五经义是观世音菩萨 成就如是功德 以种种行有诸国土 然后呢度托众生 这边成就的一下 就是讲到有关节别开种的这一个部分 就是节那个所谓的个别的一个所谓的度化 然后种的一个所谓的说法 就是以种种行 然后有诸国土 别文广 然后逸侠 众达文侠逸广 这个就是在说明上面的部分 从事故下呢就是劝供养 劝供养 此中呢进行文法 所以劝供养也 所以底下就是劝什么呢 劝要一心供养观世音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呢 在不畏极难之中冷失无畏 真的哦 那个观世音菩萨的一个感应力 特别特别的一个所谓的多 那也因为这样 其实很多人是在塑持观世音菩萨的 那同学我不知道有没有 那那个其实可以不妨塑持看看 那个塑持就是不要间断 那如果说同学一次没有办法说不要间断 那我可以建议一次大概可以念个 十万遍或者是一百万遍 不会很多啦 有人这样子会觉得很很多 不会很多 因为一天持一万遍的数目字都不会很长 以这样子一个方式大概累积 一个月同学会觉得 会有不一样哦 会有不一样哦 同学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有我有试过 对啊 同学可以试试看 那个要嘛就是一百万啊 一百万其实数字不是很长 你只要一天大概就是一个小时 然后累积不用一年就一百万了 这样子的一个受持下来 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关系 你的那个所谓的心的那个所谓的感受 会不一样哦 绝对会不一样 试试看哦 试试看 好底下那个我们 把这一品结束之后再下课 因为已经快结束了哦 次受持哦 受持其实可以分成六个层次 就是奉命不受重奉佛劝集受跟结的部分 那其实我举那个一个例子 就是前面的这一个部分 像五金义菩萨 然后呢 白佛 就是说是尊我今当供养是观世音菩萨 于是呢 他就结那个他井上的那个重宝珠殷 那价值有百千两斤 想要给观世音菩萨 然后就跟观世音菩萨说 人者受持法师珍宝殷落 那当然观世音菩萨怎么样 很谦虚很客气不敢受啊 然后呢 五金义菩萨再 再跟观世音菩萨讲说 人者明我等故受持殷落 为什么明我等故呢 请接受我的供养的意思 这个是重奉 那这时候佛呢 就劝观世音菩萨 好啦受啦受啦 那观世音菩萨就怎样 就接受了 所以五金义观世音菩萨有如是自在神力 由于娑婆世界 这个就是有观节的部分 就是介绍观世音菩萨 然后让语会大众 以及呢 让五金义菩萨知道 那这个其实就是整个内容 那底下的寄送 其实就是 用那个所谓的长行的部分呢 在寄送重送 所以这边其实我就没有多说 没有做多说 那从持地下呢 是文品的功德 就持地菩萨 这时候从地 从做而起 然后就跟佛说啊 世尊如果说有众生 听到观世音菩萨品自在之业 还有普门世线神通力 那当知世人功德不少 那那个佛说呢 普门品的时候 语会大众有八万四千众生 那发五等等的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对五等等的一个解释呢 大概有几个层次 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五等跟等这样子 那九法界跟佛法界 那九法界不能够等理 而呢佛法界心能等此理 所以五等而等 叫做什么呢 五等等 主要是指的是佛法皆心 又呢毕竟的理是五等的 出源毕竟理而发心 可以等于理 所以是五等等 那另外呢 心跟理呢 是怎么样 不可得 将何物等何物呢 而言五等等呢 所以心跟理是不可说 但是因为这个不可说 没有办法说嘛 但是为了要利益众生而说 所以说此等 此理 所以叫做五等之等 五等之等 所以以上的这三个的一个解释 第一个是横式 为什么是横式 因为一个是九法界 一个是佛法界 是横式 第二个是素式 为什么是素呢 是从初一直到必进 所以是素式 这一个呢是非横非素式 从心跟理的一个所谓的不可说的这样子的一个层次 来介绍这个五等等就是非横非式 好 以上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结束 那我们下一节课 那直接进入陀罗尼品 同学下课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品 这一品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三品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进度其实也不会太快 其实我们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概略介绍的一个方式进行经文 跟那个所谓的文具的内容 那陀罗尼品呢 其实算是一个比较简单 简短的 而且主要是在讲那个咒语的部分 那咒语其实就是讲的就是各个菩萨 以及呢天人大士们 乃至呢就是一些罗刹 他们其实对于有关宋池法华金者 会怎么样给予拥护跟保护 所以其实就可以知道说 其实宋池法华金 有这么样这么样的一个书胜功用 在这个地方 听到叫什么 听到赚到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今天 其实有办法听到那个 不管说是法华金的任何的一个 所谓的品目 或是品述的一个内容 能够好好的去运用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所谓的受持功能 受持功能 我们底下来看有关陀罗尼品的部分 这边呢 其实什么是陀罗尼品呢 什么是陀罗尼 就是总词的意思 总词什么呢 总词我们的恶不要让它起 然后呢 善呢 不要失去 就是不断在我们的内心上的一个善法 不断不断的增长 另外呢 又能够什么呢 遮除掉 能遮能持 遮除掉我们的恶 能持我们的善 能持善 其实就是 就是从四西坦上来讲 就是为人西坦 能够遮二的部分呢 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对峙西坦 好就是 所以为什么是其二跟其三 而其一就是世界西坦的意思 齐呢 能够遮二边 能够遮边二 能够遮中善 这个呢 其实就是第一 意西坦 就是有关这四层 对于种词托罗尼的 这个意思的解释 重金呢 开遮不同 所以金的一个 所谓的开跟遮不一样 就是有关 它的一个所谓的开展 跟所谓的遮除 的那一个所谓的效果 跟内涵不一样 有的是专用治病 如纳达居士 纳达居士是在文句当中 有提到 但是在其他的一个经论 其实大家不知道 从纳达居士是哪一个居士 但是我们其实大概用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知道 是治病 这样就可以了 或者是专护法 如此文 就是有关我们 这一个文的陀罗尼品 讲的就是护法的 这样子的一个作用 或者是专用灭罪如方等 或者是通用治病 灭罪护金 如请观音 请观音 其实叫做请观音金 他的原文其实是很满长的 但是请观音金很重要 请观音金 其实是有关天台颤法当中 在行飞行飞坐上面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颤法 而这个颤法 从浙达大师一直到宋代 其实都一直在宋祠 以及在那个行 这一个所谓的观音金的 这样子的一个观世音金的 请观音金的 这一个所谓的颤法 他有遗鬼 而这边在讲的就是 有关请观音金 当中有讲到一个典故 就是当时其实有那个 一个国家造壁舍离国 那里的人民突然 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病 那种病是怎么样 眼睛会出红色的血丝 耳朵会出什么呢 会出浓 会出浓 然后呢他鼻子会流血 而且蛇呢 会没有办法发声音 以及呢 所吃的东西 即使在精致的 入到口中会变得很出色 所以得到这样子的病 很像是瘟疫 那众医出 那个所谓的束手无策 那这时候大家就请教佛陀 那佛陀呢 就是请谁呢 请阿弥陀佛 请观世音菩萨 请大师之菩萨 来呢 救度众生 而主要是观世音菩萨呢 其实就是教众生持咒语 这个咒语 其实就是在请观音金当中 出现的 所以这边有说 或大明咒无上咒 然后无上明咒 无等等咒等等的 则非之病非灭罪非护金 或呢就是 那个若通方者 亦呢因间若论别者 性呢虚依经 物呢乖教 就是有通 还有什么呢 有别的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方式来论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那个 内容啦 好 那这个就是有关请观音金的部分 详细的 如果说日后那个摩托子官 那有读到的时候 看有没有机会 对于请观音金可以多介绍一点点 那要详细介绍要 要读我们的那个请观音金 或者是请观音金的一个忏法 那对于这一个部分呢 才会比较多层次的深入的了解 好 那我们其实就是往底下看 诸是祸收作者 那是鬼神王民 称其王民呢 部落尽主 不敢为非 所以能够降服一切鬼魅 这个就是什么呢 就是 谈到这个咒语的力量 就好像什么呢 在鬼王当中 你是称这个鬼王的名称 那你称王嘛 对不对 其他人怎么样 不敢乱动 不管乱断 这是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呢 或云作者如君中的一个密号 所以畅号相应无所合问 若不相应的时候呢 就会执至罪 若不顺作的时候呢 就会头破七分 所以如果顺作的时候呢 其实就没有过失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 持这一个咒语的力量 就好像什么呢 你拿到君中的密号啊 大家都要顺从你 都顺从你这样子 好 那我们看第三层的意思就是 或云作者就是 密末治恶 然后呢 恶字怎么样 修习 所以这个呢 其实就有怎么样 治恶的力量 这个对修行怎么样 有很大的一个所谓的功用 对不对 能够调伏我们的什么的恶的烦恼 譬如 唯见从此国逃彼国 而呢称王子 那彼国呢就以公子来 公主来欺之啊 多称男士 那有一名人呢 从其国来 主网说之 其人与主 底下部分 其实我不念啊 我先把这个典故先说出来 这个典故是在讲什么呢 这个典故是在讲有关过去的时候呢 有一个婆罗门 有一个婆罗门师 婆罗门 婆罗门 这个婆罗门呢 他是一个国王的一个国师 那这个国师呢 其实他有五百个弟子 那这五百个弟子 其实是他所教的学生 那婆罗门他家呢 其实有一个奴妃 这个奴妃呢 其实他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加罗奴 加罗奥 加罗奥 那这个时候 加罗奥其实慢慢长大 变成小朋友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 常常以奴妃的身份 会拿东西去给这五百个 这样子的一个学生吃 这样子 那有一段时间 这个小朋友 这个所谓的加罗奥呢 跟这五百个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学生 处得不太好 就怎么样 就是起嫌隙了 于是他就 离开他的一个所谓的婆罗门家 到其他国度去 那因为他很聪明 他到其他国度去的时候 就骗他们的一个国家的人说 我是婆罗门的儿子 这样子 那他就跟他们讲说 我是婆罗门的儿子 那我要学婆罗门法 因为以前的人 其实你不是所谓的婆罗门 你没有办法学婆罗门法 所以他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骗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身份 而学婆罗门法 那又因为他很聪明嘛 那另外一个国家的国师 教他婆罗门法 他很快就学会了 所以呢 很快就学会又很聪明 所以举国其实都会认识他 那国师因为很疼他 就把他的女儿嫁给他这样子 那他女儿嫁给他之后呢 其实是在吃苦 为什么吃苦呢 因为这一个所谓的 加罗赫很难侍奉 那那个所谓的国师的女儿 主要煮的东西 不是嫌他太不熟 就是嫌他太熟 这样子 所以就是不断不断的被嫌弃 所以这个国师的这个女儿 就是他的这一个太太呢 就想说 哎呦你们这个国家的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习惯 我要怎么样去侍奉你 我要怎样去煮东西 才会合你的意呢 所以呢 其实他就打听 到底那个国家的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饮食 于是打听打听 就打听到怎么样 这一个懒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国师 他的一个所谓的门下的人 因为这个国师呢 其实就听到说 他的一个所谓的奴婢的儿子 在他的一个其他国家怎么样 欺骗大家 欺骗大家 而且算是所谓的欺诈 非常非常的一个严重 于是呢 他知道他是他的一个太太 所以就交给他一句记 说你呢 就是每当他生气的时候 你就说这一句记给他听 然后呢 你让他听之后呢 他就不会生气了 意思是这个样子 而我们的这一个典故就是在讲 这一句记有没有的内容 是这一个 那这一句讲什么呢 就讲这一个 就是 物呢 亲由他国 然后呢欺狂一切人 还有 初时呢 是很平常的事情 何劳赴佐称 意思是这个样子 那我相信同学 其实这样对前面 一直到这边 的这一个典故 应该可以知道了 对不对 好 所以大概这样子的一个一句记 很像是咒语 的一个所谓的秘密 大概意思是这个样子的 只有当事人知道 其他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咒语如是 密没则二 于呢 无视者 这是咒语的第三层意思 然后 霍云咒者是诸佛密语 如王呢 所先驼婆 先驼婆就是刚刚所说的 然后 刚刚我是说 加罗赫 不过这边是 翻译成先驼婆 一切群下 无有能是 唯有至成 奈能之之 那咒呢 也是一样 不过这一个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先驼婆是另外一个的 一个典故 先驼婆的意思就是 是智者的意思 有智慧的人 有智慧的人 那为什么是有智慧的人呢 因为王的底下 其实会有一些成子 对不对 那有一些成子 有的比较聪明 反应很快 有的人怎么样 比较没有那么聪明 反应就会很慢 那反应很快 他会察言悦色 他知道 这个时候国王要的是什么 他就给国王东西 这个叫做什么呢 不用讲 不用开口 他就会怎么样 现在就自己本身知道要干什么 这个叫做先驼婆 就是什么呢 就是制成的意思 那国王需要什么呢 这边有说 就是咒呢 也是一样 只是一法聘有朱利 然后呢 病欲罪除 然后呢 善生道合 那意思呢 就是这一个 像古时候的人呢 其实就是有时候 国王要水嘛 洗东西的时候要水 那你就知道 这个时候要给国王水 那有时候呢 吃东西的时候要盐 这个时候你就要给他盐巴 那有时候怎么样 那看到国王好像很口渴 你就要给他杯子 准备怎么样 喝水 那有时候你就要知道 国王这时候想要去他方 那这时候不用讲 你要交代 国王就不用交代 你就自己本身背马背好 然后牵给国王 这个叫做制成 也叫做先驼婆 意思是这样子 而这个呢 其实就是 咒呢 其实是泛音 未止亦故呢 皆存本音 亦人不翻 亦在词也 这个泛音呢 的这一个所谓的咒语 是不翻的 是不翻的 那为什么呢 要存原本的音 原本的音 那我这边其实有讲到 有五种的一个方式 泛语 不会翻译到汉语的 那哪五种的一个状况呢 第一个秘密 所以没有翻 这个秘密故不翻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 托罗尼的意思 咒语的意思 还有含义很多 像比如说呢 就是薄茄凡 那薄茄凡其实有什么样 有如来啊 等等的这样子的意思 此方无故不翻 比如说 詹布树 詹布树其实是 那一个所谓的一个 只有在印度才有的一种树 所以我们这边没有 所以叫做 我们就没有翻这样子 那第四个是顺骨不翻 像比如说呢 阿鸟菩提 阿鸟菩提 阿鸟菩提就是什么呢 无上菩提的意思 其实是可以翻 但是呢 为了要怎么样 要恭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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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范茵嘛 那后代皆仿之 主要是 那个在 一开始的人 的那个法师没有翻 所以存范茵 其实反而会比较有那一个 所谓的 范文的那个原意在 第五个是 身上故五不翻 像比如说波罗 那波罗尊重啊 人身敬 所以这一个五不翻 其实是玄奘大师所提出来的 让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那有五不翻 有五不翻的一个原因在 二世红金喜多闹难 以咒乎之使道流通 这个就是有关 为什么会有这一品 的一个所谓的 出现的原因是在这边 用咒语护持 持诵这部经典的人 那文呢 其实有四个部分 第一个问持经功德 达圣多 请以咒乎 然后呢 文品得意 得这四个 那我们一一来看 耳时呢 耀王菩萨从座起 同学可以看到 后面这起品 都跟耀王菩萨有很大的关系 几乎每一品都出现 对不对 那刚刚其实也是一样 与会者其实也是有 出现耀王菩萨的名称 然后偏台 右肩合掌向佛 然后跟佛说 就是 是尊若三男子善于人 有能受持法华金者 如果读诵通立 如果书写金卷 得己所福呢 有多少的福呢 那佛呢就跟耀王菩萨说 如果说有人受持的话 那他的福 跟供养八百亿 那有他恒河沙等诸佛 他的福 的一个所谓的 多跟寡差别在哪边 那佛就跟那个耀王菩萨说 如果有人供养这些 那乃至 跟那个所谓的 乃至受持以四句记 读诵解义如说修行 那以这样子的一个比较 还比那个所谓的 受持以四句记 读诵解义如说修行 还要少 就可以看到 读诵受持这一部经 的功德力是如此之殊胜 好这个就是有关 那个所谓的功德的一个 所谓的多寡的比较 那底下其实就是在列什么呢 列有关咒语的出现 咒语的出现 所以这个出现有 总共有五个 那个所谓的受持者 持这个 那个所谓的持咒的人 的一个说明 分为是耀王菩萨 勇施菩萨 毕沙门天王 持国天王 跟十罗刹女 的一个所谓的 说咒要来护持的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说明 那耀王呢 其实大概就是分四个 这样子的一个段落 那耀王菩萨底下 其实就是有三个 分别是勇施菩萨 毕沙门天王 跟持国天王 那这边呢 其实我大概稍微标一下 让同学知道 那那个所谓的 就是耀王菩萨的一个所谓的 四个段落就是 请说探印嘛 就是耳时耀王菩萨 那就跟佛说 是说我今当语受法者 陀罗尼咒以守福之 就是请 那说呢 就是说这个咒的内容 说的咒的内容 探呢就是说 使释迦摩尼佛就赞叹耀王菩萨 印呢就是说这个陀罗尼的时候呢 于助众生多所饶益 就是什么呢 就是印 那个所谓的众生 可以受得这一个利益 的这样子的一个印说 这个就是有关耀王菩萨 那底下其实就是勇施菩萨 毕沙门天王 这个呢其实我就略过 没有再怎么样 说明 略过没有再说明 直接来到有关 使罗刹女的部分 那使女呢有分 殿名请说探士跟印的部分 那这边呢其实就是有关 罗刹女总共有十个 那这个呢其实也是一样 像刚刚有请说 就是在佛陀面前 然后来说这一部记 意思就是要护持读诵法华经者 那一样会赞叹 然后会发誓要护持 然后守护这一个持法华经者 持法华经者 所以其实真的 如果相信 那个所谓的受持读诵的功德力的人 其实一定会怎么样 每天一定会做行门的功课 在这个地方 等于说是护持自己本身的修行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相信 信仰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不断不断的在修行 修行跟行门上下功夫 下功夫 好 那我们看有关这十罗刹女 的这个夜叉的解释 夜叉的解释 夜叉呢翻是截己鬼 那罗刹所翻 他的意思就是食人鬼 而这个当然就是属于有关 鬼道畜生的部分 那这两部呢是属于北方所领的众生 那复丹那是热病鬼 那吉喳呢是施鬼 若人若夜叉 具有此鬼 具有此鬼 而呢 毕陀罗是赤色鬼 而剑陀罗呢是黄色鬼 那乌摩勒呢是乌色鬼 阿拔摩罗呢是青色鬼 后面所说的未想指的是 确实是不知道 因为这个部分呢 名称还是从印度过来的 所以这边的一个所谓的鬼众的部分 可以说就是属于鬼道的众生 这样子 阿里书之落地法尔破为欺骗 是父母破身 是呢三逆的一个所谓的什么呢 罪过 五逆罪当中的什么呢 三罪 是父是母跟什么呢 破身 那外国有者呢 倒麻使生虫和鸭之 归多之亦肥此过有也 就是外国就是在他方国呢 其实要做有的时候是不是要倒麻 对不对 他们那个麻有没有 那个要倒麻之前 会让那个麻有怎么样 虫生出来 之后呢 连同那个虫一起压 压的时候让那个有怎么样 制有 为什么压的时候 其实那个脂呢 其实就会怎么样 会比较肥 比较多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以我们修行 那个所谓的佛法者而言 这个杀生的罪过非常非常之多 因为生的那个虫很多嘛 因为一颗马就生了很多虫 所以一堆马的时候 生的那个虫是无量的你知道吗 所以当你那个所谓的压油倒麻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是以我们佛教土的眼光来看的时候 其实那个杀业就还蛮重的 杀业蛮重的 所以此过有甚 此过有 斗秤清出重入 然后七道之由 尽是由小斗出大斗路 正敏其辈 失罪亦不清也 这个其实就是在讲 那个所谓的 那个有过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而底下呢 其实是在讲什么呢 讲商人 商人 那这叫什么呢 就是什么叫小斗出大斗路 就是他用很便宜的东西买进来 然后怎么样 用很贵的价格卖出去 而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插入有没有 那就是在这个地方获取利益 获取利益 所以这个叫做七道之由 七道之由 叫斗秤清出重入 然后呢 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所谓的 有一种类似于像那个所谓的 欺骗的一个手段来赚取钱呢 其实是最不清的 最不清 而正敏其辈的意思就好像是类似于说 像有被那个所谓的霹雳有没有 打到他的一个被 而有被上有刻出那个所谓的字 然后那个字呢 所呈现的那个字 其实就是类似于像这样子的一个字 有很不好的名声的意思 不好的名声的意思 然后这个就是有关那一个所谓的 底下的这个解释 而这个解释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一句计 一如鸭油秧 斗称七狂人的意思 如阿里苏之 所以其实就是 讲到这一个所谓的 罗刹女的这一个所谓的咒语的时候 怎么样 那其他的人听到 这一个咒语的时候 一定会顺着 这样子一个咒语 而怎么样 不敢侵犯你 不敢侵犯你 所以不要小看这一个所谓的 石罗刹女 他的这一个咒是有什么呢 有威力的 是有威力的 好 那底下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咒的 一个所谓的硬壳 这样子的一个硬壳 那简短的 其实我们就是对于有关 那个就是陀罗尼咒的一个解释 在文句我相信也是很短 我们其实这样看过就可以知道 那我们就简短的结束有关这一品 那我们底下就直接进入 我们的庙庄园王本视频 那我们这一个要进入有关 庙庄园王本视频之前 我用这个图 让同学稍微认识一下里面的一个角色 里面的角色 那这样再看里面的一个所谓的 内容的时候会比较清楚 才不会觉得说到底是在讲哪一个 这样子 大概其实就是在讲主角是庙庄园王 当然看名称就知道这个品的名称是这一个 那在庙庄园王的这一个王的当时 其实有一尊佛 这尊佛叫做云雷因素王花之佛 那庙庄园王呢 其实有一个妻子 叫做静德夫人 而这个静德夫人呢 有两个儿子 叫做静葬跟静眼菩萨 那故事是这样 就是这两个菩萨呢 跟那个静德夫人 跟他的妈妈 就是一开始其实就有学佛 但是他的父王 就是庙庄园王 他是学婆罗门外道的 那呢 因为这两个 那个所谓的静葬跟静眼菩萨 因为清静佛 学佛 听闻法华经 而呢 得到那个所谓的 非常非常殊胜的神通之力 那听他的母亲 就是静德夫人 的一个规劝 而展现神通力 度化他的父王 就是庙庄园王 那不只庙庄园王 得到度化出家嘛 然后 听闻法华经 然后得到所谓的 度化之后呢 成就之后呢 他的一个所谓的群臣眷属 跟那个所谓的工女啊 柴女这些眷属呢 也同时得法眼镜 所以以上其实就是整个 这个故事当中的一个所谓的细节 跟人物 是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内容 而呢 刚刚所叙述的 庙庄园王 静德夫人 还有呢 他的两个儿子 静葬跟静眼菩萨 其实呢 术士是有一段一段 是有一段非常非常深刻 跟法华经的因缘的 这个因缘就是我们 在这个地方所要看的 这个部分 就是智德大师为我们介绍的 那我们看一下 术士他们的因缘是什么呢 这个很有趣 很有趣 那此因缘出于他经 就是其他的一个经典有出现过 就是在过去世的时候 的一个佛的一个末法当中 有四个比丘 他们呢 其实对于法华经 非常非常的有缘 几身因众 那虽然是卷书密教 甘露未沾 日夜 翘成 鬼客无望 就是 他们在阅读法华经的时候 就是怎么样 有这样子的一个殷勤 而怎么样 想要更深 更深一步的去了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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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呢 是怎么样 日日夜夜 其实都是在怎么样 对于法华经 展读当中的一个所谓的用功 然后他就很赞叹 说 果非其人乎 地非其处乎 那就想到说 在世间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 分杂的一个环境当中呢 那静跟善是怎么样 是不一样相乖离的嘛 对不对 有静一定没有所谓的洞 有洞一定是没有静这样子 那他们想要安静的怎么样 好好的修持法华经 所以他说 知耳求贤上去咽气 况呢 从道乎 所以其实在道上的一个所谓 的精进一定要怎么样 要从所谓的 安静的一个闲处 这个地方怎么样 密 找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于是呢 节气山林至心佛会 然后幽居日姬 一两丹庆 有待多凡 无时不乏 于是呢 他们就想说 如果要真的好好专心用功的话 那么 我们干脆到山林里面去怎么样 去好好的专心用功啊 那这时候其实用功怎么样 才会得力 就是他们四个人就这样子一个想 也是就结伴到山林里面去怎么样 好好的专心用功 那因为专心用功怎么样 你也是要衣食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那他们呢 其实就是怎么样 就是因为四个人都在用功 所以还是要每天都要吃饭 所以吃饭的时候其实就很麻烦 同学知道嘛 其实如果要起食的时候 其实因为住在山林 要起食的时候就要走很远 对不对 所以你看哦 每一天当中 其实至少要走一次嘛 那你如果十天 你至少食群酒饭 是至少你一天如果说日食一餐的话 十天好啦 我用功一天不吃好了 至少不可能用功两天都不吃嘛 所以十天至少要吃九次饭 所以单单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上山下山上山下山 其实就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 所以就是磨消掉他们的什么呢 云消之志 就是那种所谓的我第一次 我要好好的发奋 在法华清这个地方用功修行 那一个所谓的志气会被磨消掉 所以他们就怎样 会非常的苦不开眼啊 那这当中有一个人还不错 我遇到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 有这样怎么样发心 哇这样是太难得的 他说无等是穷上不除身法当安计 他说我呢就是怎么样 如果四个人同时都没有办法去安身的话 那不如我呢就是以我自己本身去起食嘛 来供养他们三个 这样至少我一个人没有得到 他们三个人可以成就啊 哇这个人实在是太好了 所以我一个人 我一人者呢舍此生力 四己所需 于是他就发愿 用我自己本身的力量 要供养他们三个得到 于是呢正习门女以求功绩 自春自冬 然后周而复世 像仆 像奴仆一样 供奉给大众 供奉给他们三个 而且甘苦无喜运 也是很难得 这样子的一个比丘 所以这三个被供养的这三个 完全怎么样 没有浪费 他们三个呢 斩其成公园示范 所以一生当中就可以怎么样 已经就得意了 而且当无量之身 所以他呢 这三个人一生当中 就已经成就了 但是供养他们的那个人呢 那个人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呢 就很不幸 这个人呢 就是因为呢 常常跑到凡间 有没有 宿舍人间 所以屡逢深色 佩气为火 难可互持 佩气为火的意思就是说 他的一个道行 还不是很深 很深谷 所以呢 在一次 碰到国王出来的时候 那他看到呢 车马怎么样众多 而且他的一个所谓的外观 旌旗那个西贺 那旌旗非常非常的 一个所谓的 有张扬有收缩嘛 对不对 他的一个所谓的反动 于是呢 心深动念 他喜欢上那个国王的 一个所谓的状态 所以爱彼光荣 功德寻修 随念受报 人中天上 常得为王 所以因为产生这一个 随心的动念 哇不得了了 怎么办 他就轮回 他就必须接受 怎样的一个所谓的 轮回 夜报的一个所谓的轮转 那虽然是接受轮转 但是因为他其实有修持 护持的功力 所以呢 在所谓的人中天上的过程当中 他都是以国王之身而自居 但是呢 其实同学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说 他是一个说 身为国王 是因为他的一个福德所致 但是福会怎么样 会进 所以福进的时候怎么样 就怎么样 就完了 对不对 所以呢 福呢虽不致 那义呢 有限 就是不断不断在人中天上当国王 虽然有很大的福气 但是呢 一直到 庙庄延往的这一世 刚好是他福要进的最后一生 所以这三个人知道了 因为三个人得到 所以他们三个人得到之后呢 就在一起商量 会而易之 我免荣返 公有此王 就是我的公 是因为我们三个人 之所以会有成就 是因为这一个王的一个原因 而呢 就是耽误了他自己本身 其实在果报当中轮回 正常有为 从此此以不复为王 所以从这一世之后呢 过去之后 他不会再当国王了 会方成火坑 难粮可救 良难可救 信其为苦 正可开化 所以要度化他的时机 就在这里 所以他们三个就开始 要怎么度化呢 那其中一个人就说 此王卓裕而富邪见 若非爱沟 无有可拔 于是他们三个人 一个人就化作 他的一个端正的一个夫人 另外两个人 就化作他的一个聪明的儿子 那他们就想说 那儿子跟所谓的太太的 一个所谓的言语 他应该会相信才是 如意设画 我或改邪 于是呢 这个父是谁啊 妙因菩萨 二子呢 就是耀王跟耀上菩萨 而过去的这一个所谓的 妙状元王呢 就是金华德菩萨 华德菩萨 其实在我们的耀王菩萨本世品 还有刚刚其实 我们的那一个所谓的那个 妙因 妙因菩萨本世品 其实还是一样是都有出现 这几品 其实华德菩萨都有与会在里面的 那所以这个华德菩萨 其实就是跟法华经有因缘的 有因缘 所以白豪东照生子台而希映 神咒父亲是流通而大义 说呢 世众之世圣之前缘 世圣讲的就是什么呢 这四位比丘 他过去式的因缘是这个样子 所以名为妙庄严王本世品 我觉得还蛮那个精彩的 蛮精彩的 那我看妙庄严的意思 这三个字 妙法功德 然后庄严竹根 那此王呢 在往日 对于妙法有缘 什么妙法呢 法华经 法华经 道勋实守 竹根因尽 生呢 虽然是未祸 那其理必争 然后林锐感通 家敏早立 这个是讲那个所谓的 那个妙庄严王过去生 跟他的所谓的根器 的一个根基的一个过程 然后 例如善己虽然是未无真 但是已经怎么呢 好空生了 故呢 夏文云得清净功德庄严三昧 所以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叫做妙庄严王 总之这个妙庄严的一个意思 等于说是贯通那个 妙庄严王的一个所谓的修持 跟他的一个道行的 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前品说咒户 金品呢 是说仁户 有咒跟仁户 仁户上耳 咒呢 户米粮 然后普劝流通 所以这两品呢 其实都是属于流通的部分 那都是属于画他流通 画他流通 好那我们看底下文呢 其实有六个 六个段落 就是明本是 然后双标能锁 能画方便 所画得意 结会古今 跟文品物道 文品物道 明本是 明试本 就是讲到 就是佛呢 就跟大众说 古是呢 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阿神奇 有佛叫云雷因素王花志 那这个佛 其实我们刚刚那个图 其实有看到 就是最上面的 一样是那个 那个佛的一个所谓的名号 国呢 是光明庄严 结呢 明喜见 而这个佛法当中有王 是妙庄严王 夫人是敬德 那二子呢 是敬葬跟敬眼 那这二子当然是神力啊 夫的智慧 那求修菩萨所行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道行 以及呢 又得到种种的三昧 不管说是六波罗蜜 或者是种种的三昧 都显示了 这二子的一个福德智慧之力 福德智慧之力 那我们看 所化一人 能化有三人 据出其名 别显二子福慧 六度跟四弘事愿 好 那余金之词呢 是十六 十波罗蜜 那十波罗蜜 是横的法门 三十七柱道品是树的法门 树指的是有层次见次的这样上来 这个叫树法门 横跟树 余金是正道 行行是柱道 金金呢 是指十度 就十波罗蜜是正 忽此呢是柱道也 那禅度当中呢 都有三妹 道品当中呢 结结有三妹 而这边呢 讲到七种三妹 广显 这一个所谓的法门的书圣 广显法门的书圣 这个就是标有关能锁的部分 什么能锁呢 就是能化跟锁化 能化的就是谁啊 就是这三个 就是敬德夫人 敬葬跟敬妍 那锁化的就是 妙庄严王 妙庄严王 那其实这个叫做什么呢 福不堂捐纳 以这样子的一个供养 还是怎么样 非常非常有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 那个基缘被度化啊 所以素世以来的一个 所谓的结缘 其实都怎样 不会空的 不会空的 十呢 那个从十彼佛下 是第三的一个能化方便 十字 然后有论意跟现化的部分 何时呢 彼佛想要引导妙庄严王 跟敏念众生 所以说了这一部法华经 那初十字 彼佛初世 常宣正法 于王缘弱 则能非其实 如果说法华的时候呢 那么就是什么呢 十字的意思 有时候 在这边其实还是要特别讲到 就是妙庄严王跟法华经的因缘 就是因为素世有因缘啊 什么因缘 为了修持法华经 为了他们要修法华经的人 而供养他们 这个等等都是跟法华经的因缘 所以就是有关过去世 那因为有因缘 所以其实现在在讲法华经 其实也必须提到 这个王 他的一个过去生 跟法华经的一个素世因缘的一个所谓的呈现 文语彼佛将欲引导说法华经 那这个呢 就是这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 第二个是论意 文中呢 子白母 那十字 那母呢 就是令什么样 令这个子怎么样 度化父亲 那他们这两个儿子就会怨啊 怨说啊 我怎么会生在邪见之家 那什么邪见 就是婆罗门家 婆罗门家 那母呢 就会责备他们啊 你们要忧念你的父亲啊 又生这个 所谓的邪见之家 也是你父亲自己本身 的这样子的一个生起邪见 也要用悲心来看待他 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 底下就是 静障静眼二子 来到他的一个母亲的地方 然后合掌 他说 希望这个母亲 可以到这个所谓的云雷因素 化至佛这个地方 那呢 我们要怎么样 亲近供养礼拜佛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佛呢 现在在一切天人当众中当中 说法华经 说法经 我们要赶快去听受法华经的一个教法 那母呢 就告子言 你父信受外道 身走婆罗门法 如等应该前往你的父亲那个地方 邀他一起去 于是呢 这个静障跟静眼菩萨 然后就跟他的母亲说 就怨了 说我怎么 我是法王子 怎么生在邪见之家呢 那母亲就跟他的儿子说 如呢 应该要忧念你的父亲 然后献神变 让他怎么样 亲近的一个见解 然后度化他 度他到佛所 然后呢 听法华经 这样子 于是二子下就是献化的部分 那二子呢 念其父故涌在虚空 然后高期度楼处现种种的一个神变 那种种的一个神变 有身上出水 身下出火 还有身下出水 身上出火 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变现 然后呢 他的父王看到怎么样 心境性结 所以有没有被度化 有的 他的父王其实被他们的一个十八变 怎么样度化了 度化了 师父见子下是所化得意 那这个父亲呢 看到他的一个儿子的一个展现 非常的欢喜 得位曾有 然后合掌向子言说 如等师为是谁 谁的弟子 于是呢 他的儿子就跟他讲 我是云雷云座花智佛的弟子啊 那就邀他的父王一起过去 一起过去 那父王呢 赌鞋变 或一或二 狭而且肉嘛 就是那个所谓的波隆门 那一个所谓的神变是有的 但是神变怎么样 不广也不大 而他的儿子所献的神变 是叹未曾有的 所以因此呢 用这一个所谓的神变 而度化他的父亲是成功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 他的父王才会很奇怪 说你的神变是从哪边学来的 这样子 那父王以姓 宫中呢 有八万四千 右手 白母称庆 愿访出家 然后呢 母怎么样 就听啊 听允许 听允许这样子的一个 所谓的让那个 所谓的他的一个 那个父王出家 和长他的这个二儿子 二子呢 从空中下 到其母所 和长白母说 父王 今以信节啊 勘认发无上正等正觉之心 我等为父已作佛事 愿母见听 于比佛所 出家修道 这就是二子想要出家 二时 二子欲从心此意 然后呢 乙记 然后跟母亲说 他们想出家 第三个 是从催父母 今正其时 然后佛呢 难知 佛难知 于是呢 二子白父母言 善哉父母 怨时枉异云的阴 素王至佛所 亲近供养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佛难直 那 所以这个样子 那时呢 遇难遇 所以我想要出家 我想要出家 化功以拙 然后呢 佛呢 就赞叹 这样子的一个功德 那彼时呢 妙中元王后宫有八万四千人 皆昔呢 勘认受持是法华金 还有金眼菩萨呢 与法华三妹 久以通达 金上菩萨呢 与无量的百千万一 结通 达呢 就是离诸恶趣三妹 令一切众生离诸恶趣故 那王夫人呢 得诸佛吉三妹 能够知诸佛秘密之障 那二子如是呢 以方便之力 善化其父令心信解 而且呢 好要佛法 那这边其实所谈的 重点其实是法华三妹 这边当然其实有讲到佛吉三妹的 这一个部分 但是呢 因为法华三妹 其实是 这倒是想要诠释的 说明的一点 他说法华三妹 其实是摄一切法 归一时向的 如呢 前面其实我们在讲到普现 一切摄生三妹的时候 其实也有顺带提到法华三妹 那离二去呢 就是一往以三图为二去 句论有二十五有 就是二十五的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 那个三界的一个众生的意思 皆乖真其妄稀释恶趣 今呢皆离之 这个就是二十五三妹 二十五三妹 二十五三妹呢 其实就是破二十五有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三界烦恼 三界烦恼 那佛籍三妹呢 就是秘密之上佛籍其中 唯佛行处非于人也 就是有关佛籍三妹 很殊胜啊 佛籍其中 佛籍其中 我们其实今天刚好是在这个地方 那我呢 原本是要介绍 那个同学更多认识法华三妹一点点的 但是时间好像是到了 我稍微提一下 那就是今天想要玩 完全那个完整的 就是读这一部 这一品好像读不完 我用三点介绍法华三妹 就是有关 第一个法华三妹的修持 第二个就是 惠师跟智者大师修持法华经的 法华三妹的过程 大概是以这三点来跟同学做介绍 那法华三妹的修持 其实我挪到下个礼拜 再跟同学做介绍 我不是在讲摩赫子官的法华三妹 也不是智者大师所要谈的法华三妹 我要介绍的是那个 这个旧摩罗什大师所做的思维掠药法当中 讲到法华三妹的一个官法的内容 这个官法跟我们法华经的一个经文 有很大很大的关系 那惠师大师呢 其实我要介绍的是 惠师大师当时 其实在修法华三妹 其实入法华三妹 他的一个过程 心理过程 以及入法华三妹之后呢 他所呈现的这样子的一个殊胜现象 还有智者大师呢 其实他接受什么呢 惠师大师法华三妹的修法 因为他有接受修法 所以他能够入法华三妹的前方便 而入得法华三妹前方便之后呢 他有展现怎么样的能力 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谈的 今天刚好是到这个地方 有点感 我自己本身又觉得 好像有一点急迫 那没关系 我在下个礼拜 再稍微做一点一点复习之后 我们再介绍法华三妹 好 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 同学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侍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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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